前世她得不到家人的宠爱 意外穿成了一只可爱的西衣幼崽 本想安安稳稳找个养老院 却被黑龙家族的封批公爵领养 成了全员恶棍团宠的小公主 一睁眼就穿进了自己最爱的小说中 在这之前 女孩一直都是爹不疼娘不爱 从小被当成透明人对待 无论她如何努力讨好家人 永远都不能让他们多看一眼 甚至嫌弃她用奖学金买来的东西太廉价 两个弟弟也对她这个姐姐冷嘲热讽 一家人就连探望奶奶也不愿带上女孩 扬言这些事与她无关 还让她提着自己的东西赶紧滚回自己宿舍 冰冷无情的话语深深刺痛了女孩的内心 得不到关爱的女孩看小说成了她唯一的乐趣 书中的女主被所有人爱着 这是女孩一直渴望的 女孩经常陷入自我怀疑中 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 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 如果我也能被家人疼爱该多好 女孩看着小说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怎料一睁眼就变成了小团子 看着满屋的黑龙装饰 直觉告诉她穿进了小说中的埃达姆家族 而这个家族也叫龙之家族 现代家族和黑龙签订了契约 喝下龙血就能获得强大的力量 随之也产生了狂暴化的副作用 每次魔力暴走便会想乱开人 按照小说的老套路 只有女主的进化才能安抚狂暴之人 想到自己也就把小说翻了几百遍 混个女主当当不过分吧 抱着这样的想法 女孩走到玻璃前宣示 请立刻马上开启我粉毛的高光 不对粉毛 是穿过来顺手给我染的吗 明明记得女主是黑毛才对 看着镜中粉粉的小团子 好半天才想起来 粉团子叫爱玲 是一个旁系的私生女 在五岁那年的新年宴会上 她意外变身成了一只蜥蜴 被质疑血统不纯而被赶出家门 委屈的情绪顿时涌上心头 咕嘟咕嘟就往嘴里炫着90度的盐气水 不远处的侍女担心爱玲被烫倒 急忙跑过来 直接爱玲双眼放光直夸着盐气水 真好喝 侍女宠溺地为她擦拭嘴角上的泡沫 这个女仆叫做玛依拉 是爱玲的专属侍女 也是唯一一个将女孩当家人爱护的人 她咕嘟咕嘟又炫了两口 明天要举办什么宴会吗 听此音就是新年宴会 女孩一口盐气水直接喷了出来 我怎么那么倒霉 刚穿过来就要被扫地出门了 爱玲吩咐玛依拉把剩下的盐气水拿回房间 自己则是迈着两米八的大长腿跑到了书房 想在被赶走之前为自己选个管饭的地方 推开书房的门 看到一个男人正在书柜前看书 她的头发美丽地像融入星辰的暗夜 金黄色的瞳孔也像盛满密室的闪闪发光 男人正是埃达姆家族的继承人艾尔诺 耀眼美貌扎的爱玲睁不开眼 对方还嫌不够转头朝她歪嘴笑 你知道有关神性魔法的书籍在哪吗 爱玲大脑瞬间当机 回过神后奶生奶气地告诉她 在第一个书柜第二个格子里 爱玲看着她没说话 爱玲以为爱尔诺不喜欢她的娃娃音 于是自顾自地离开 爱玲美滋滋地翻着自己将要去的地方 却没注意到爱尔诺的靠近 你在看什么 突然的出声把爱玲吓了一跳 书房这么大肯定好像很了解这里 所以你在看什么呢 作为二十多年的小说女 直觉告诉爱玲这是道送命题 她明天就要被赶出去了 绝不能在这里被抓住小辫子 爱玲笑得人处无害 我在认字 爱尔诺文言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 随即略感无趣地离开了 太过紧张让爱玲身体产生异样 咚的一声 爱玲直接消失在原地 只是衣服底下露出了一个小古包 随后一只可爱的粉色蜥蜴又再钻了出来 按照原著的剧情 明天她才会在新年恋会上变成蜥蜴 差点就要被提前赶出去了 不过她要怎么变回去呢 爱玲奋力地叼着衣裙 在变回人之前得赶紧藏起来 就在此时 意外看到地上掉落的戒指 亮闪闪地看起来很值钱 就是看着有点眼熟 随即想起这不就是 埃尔诺刚刚手上戴的戒指 吓一秒埃尔诺出现在门口 只见一坨衣物在地上动不不停 还时不时会被她的声音吓一跳 埃尔诺突然蹲下身掀开了裙子的意见 一只软萌可爱的团子 尴尬地朝她打了声招 埃尔诺扑哧笑出声 你在玩什么游戏呢 我在捡戒指 是你捡到了我的戒指吗 爱玲双手捧着戒指递到她眼前 她掉到书架下面 我捡起来擦干净 看着擦得跟钻石一样闪亮的戒指 这枚戒指对我来说很重要 所以我才急忙跑回来寻找 可你为了捡戒指 裙子都整个翻过来了 真的很谢谢你 爱玲知道对方不喜欢肢体接触 所以小心翼翼将戒指丢在她手里 绝对不能触碰到她的手 戒指上沾染的气息让爱尔眸光微闪 此时爱玲只想还了戒指赶紧离开这里 看着她逃离的背影 男人一改温柔笑得有些威胁 爱玲来到新年宴会厅上 家族中大大小小的成员都聚集在这里 想到她会在新年宴会上当众射死 爱玲顿时有些身无可恋 好在她昨晚已经记下了孤儿院的位置 还在闲逛时搜刮值钱的东西当储备金 就算她真的变成蜥蜴 也能凭借这些在孤儿院当富婆 伴随着侍卫的那儿 瞬间安静了下来 埃达姆家族的直系成员 带着满满压迫感闪亮登场 为首的老爷子是埃塔姆第十二代家族 身边是她的儿子埃尔诺 剩下两小只则是儿子的儿子 卡兰和希丽安 埃林不由地握紧了拳头 他们就是埃塔姆家族中 传承了最纯正的龙之血的人 明明是最严肃的时刻 埃尔诺竟微笑地朝她打招呼 众人们议论纷纷 为了避免被更多人注意 埃林甘大的挥手作为回忆 可爱模样萌的埃尔诺心脏砰砰跳 随即在家主的示意下 新年宴会正式召开 管家宣读名单上的名字 都需要发表自己个人的年度计划 被点名的胖子正腿抖地向家主汇报 公司便不耐烦地打断她 每天都把钱花费在喝酒玩女人身上 听说还以家族的名义去借钱 男人直呼冤枉 我只是想给店里的女人普及生理知识 那你倒是说说看我哪一点冤枉 你抹黑了埃达姆家族的名声 来人给我拖出去直接砍了 每年的新年会议就是公爵整治家族的场合 看到这一幕的埃林内心紧张不已 难不成像自己这样的五岁小孩也要汇报吗 正当他庆幸家族成员太多不会叫他事 公爵喊道那个小毛球 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埃林在心中疯狂地喊去孤儿院 但不能说 干脆现在变成蜥蜴吧 埃林磕磕巴巴说要离开家族 整的家族满脸猛逼 公爵一脸不挤 埃林不受控制地说出知道了自己的绅士的秘密 在老爷子的追问下 埃林刚想实话实说 却被进来的侍卫打断 浮游室矿山崩塌 几名工人和管理者被埋在里面 公爵一脸头痛 训斥安全管理都做了些什么 随后瞥了一眼 埃林便宣布推迟新年会议 临走时伸手指了几个人 把脖子擦干净老实跟我走 还想说什么 直接抽开随身大绑剑 怎么要我亲自给你们擦吗 埃林孤身站在大厅忍不住瑟瑟发抖 解释自己没有手帕 又害怕老爷子讨厌哭唧唧的小孩 只能擦干眼泪到处借手帕 表示用过的也行 萌的老阿姨纷纷表示女儿用我 却被一个臭男人抢先递出手帕 埃林正准备接过时 就被一只大手抢了过去 老爷子干大咳嗽 什么时候要你擦脖子了 你这么小的毛球还不够当牛饲料 下次会议你第一个发言 埃林忍不住询问祖父你们要去哪 公爵突然停下来转头 问到你刚才叫我什么 埃林被吓得冷汗直流 微笑的女孩最好命 埃林甜甜的又喊道 祖父如被雷击的公爵心里乐开花 但却高傲的转身 你这个毛球下次会议我会好好检查你 下次这是杀人预告吗 埃林的新年愿望只想离家出走 却被身为黑龙的疯癖公爵领养 被迫玩一场父子女校的游戏 正在计划着逃跑路线的埃林 脑袋被飞来的子团砸中 正抬头寻找是谁的恶作技术 又飞来一个暴击 闪躲得快 否则飞砸出个脑袋开花 爱哭鬼你怎么自己一个人 你没有家也没有朋友吗 原来是一群熊孩子 还换狗式的让她把球捡过去 埃林虽有些生气 但想着还是先忍忍吧 她都没有接受过家庭教育 她没爸爸妈妈 我妈让我不要跟没父母的孩子一起玩 听到这埃林再也忍不住 瞥了一眼身后的石块 只见她将石块高高举起 那双黄金瞳孔也满是怒怒 男孩被吓到瘫坐在地上 随着 生下的男孩哭着喊妈妈 还让埃林赔钱 埃林满脸愤怒撸起袖子说道你去啊 嘲笑男孩有父母 娇还养成这样不如死 算了 朋友劝到男孩还是先走了 那孩子见命一条 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 本来被放下的石块 被埃林再次举了起 你们这些探机 想死老娘成全你 吓得众人惊慌逃窜 埃林难过的低下头 觉得自己就像一只丑小鸭 不管她怎样优秀 父亲的无视母亲的冷眼旁观 弟弟也可以随意的欺负 明明同样都是家人 两只鸡腿永远都是弟弟的 只要吵架就一定是我的错 好 猫一声猫叫却让她回归理智 看着旁边可爱的小猫咪 难过的心爽足也被治愈 你要和我做朋友吗 埃林蹲下身开心地询问道 虽然刚才耍了威风 但如果他们要求赔偿怎么办 突然猫猫跑开带来了她的孩子们 看着大家开心的玩闹 埃林又开始难过 但看到猫咪轻易地跟她贴贴 她又开心地笑着 眼前的这幕被埃尔诺看在眼中 真是个有趣的孩子 被欺负时她以为她会哭 没想到她会举石头打人 她来图书馆看孤儿院名单时 她就觉得很奇怪 毕竟很多人都会想办法 沾上埃达姆的光 一个庞系的孩子竟要离家出走 所以当时她故意扔掉戒指 本来没抱什么期待 想到对方捧着戒指的可爱模样 以及戒指上沾染的气息 所以她决定给她一些奖励 也没有教育好孩子的家伙一些惩罚 在第二次会议上 埃林第一个上前讲话 悲催发现吃瓜群众好像增多了 但她已做好离家的万全准备 于是听老爷子询问离家原因 埃林正要说出身世之谜 埃尔诺向众人宣布那孩子是她的女儿 作为黑龙家族的继承人 埃尔诺是个极度的快乐主义者 如果感受不到快乐 她就会创造快乐 埃林知道如果想要日子过得去 就要大声地喊一句 爸爸我爱你 埃林告诉自己不应该抱有期待 本想等疯爹对她没兴趣后 拿着她的钱拿着她的岛就离家出走 但那些短暂又温馨的拥抱让自己沉沦 如果她对我失去了兴趣 等待我的又会是怎样的黑暗呢 从没得到过爱的女儿 可随时抱走杀人把她当玩具的疯爹 他们能走上双向救赎的幸福未来吗 女孩穿越道龙的家族 一激动就会变成蜥蜴 在第二次新年会议上 埃尔诺向众人宣布那孩子是她的女儿 作为黑龙家族的继承人 她喜欢将人当作棋子 经常用完了就扔 想要狗命的埃林 只想离这个男人远一点 可面对男人暖羊般的笑颜 心里直呼受不了 公爵大人看出儿子的恶作剧 让她立马滚出去 面对老父亲的愤怒 埃尔诺厚脸皮地笑着 我是来看我女儿的 埃尔诺不由瞥了男人一眼 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开这种玩笑 可眼前两神仙 她一个也有个气 像埃尔诺差点就地大变蜥蜴 如果你不相信 可以亲自问问我的女儿 随后又小声地告诉埃尔 上了年纪的老人家疑心重 所以你可以亲自告诉她我是谁吗 面对男人变相的威胁 埃尔诺无奈说道 这是我的父亲 公爵大人被气到心梗 不笑而每年宴会都不老实 去年带回来一个男性爱人 今年又把别人的女儿管 而且还是一个小毛球 众人议论纷纷 那孩子好可怜 断言不到半年就会被赶走 还说游戏结束 会给对方能买下整座小岛的钱 嗑瓜子的爱人心中暗数 还有这等好事 只要迎合她半个月 以后就能在岛上躺平了 这是什么神仙兼职 埃尔诺握着拳头坚定地看着男人 这根粗大腿我抱定 埃尔诺看向爱琳 随即将她高高抱起 我今年的计划就是当个好父亲 公爵气到喷出了82年的拉菲 当场宣布新年会议结束 爱琳看着气鼓鼓的公爵 祈求祖父不要生气 软萌的模样直戳老爷子的心吧 面红耳赤地嚷嚷着我没有生气 便逃失地飞走了 埃尔诺温柔地望着小团子 我们也回去吧 本该在新年离开的爱琳 如今却成了疯男人的假女儿 可她要抱她去哪儿了 她不是最讨厌肢体接触吗 本以为一出宴会就会把她扔掉 可为了不晃到她而走得小心翼翼 就像怀中抱着一块西式珍宝 爱琳心里清楚 男人只是把她当作玩具 只要乖乖配合等待游戏结束 就像前世一样不再期待 她就不会受伤 就算那样 可是这温暖的怀抱让人不舍 紧紧地拥抱让埃尔诺一顿 随即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想安稳找个地方狗命 却遇到疯批公爵想玩妇女情深 早晨爱琳被一生生女儿唤醒 每天顶着乱糟糟的头发 享受着男人的抚摸 只见一个笑得比太阳还刺眼的男人 坐在床前 新年会已经过去一周 爱琳每天从200平的大床醒来 吃着一顿998的豪华早餐 享受着便宜老爹带来的宠妮 但她为什么非要亲自喂 爱琳含着泪浆勺子里的食物吃光 嘴里还嘟囊着饭菜真香 女儿你今天有什么想要的吗 正在与面包做斗争的爱琳 疑惑对方是不是喜欢送礼物 爱琳不想被赶出去的时候被人当做行走的一天 爱琳摸着下巴装思考 撇了一眼旁边假装讨好的女儿 露出一脸玩味的笑容 看来我的女儿一心想要摆脱 爱琳随即站起了身 微笑着朝爱琳伸出了手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喧闹的大街上 爱琳看着女儿开心的穿梭在人群中 内心第一次觉得很满足 随手指了指旁边的玩具店 询问爱琳要进去看看吗 爱琳白白手表示不用 毕竟那是受宠的孩子才能拥有的东西 爱琳心疼的看着女儿 随即将她高高举起 哒哒哒的就往玩具店走去 框档一声 爱琳抱着一脸肝大的女儿走了进来 自顾自的教育女儿喜欢什么就跟她说 随手丢给老板的背影 豪气的让老板把店里的玩具都包起来 爱琳金的亚麻呆住了 表示自己不需要玩具 看着女儿依旧拒绝 爱琳转身跟店长谈心满变的事 吓得爱琳连走带跑的去挑玩具 心里默默吐槽着败家爷们 下一秒便举着一个玩偶表示自己选好了 还兴奋地说玩偶跟父亲很像 是自己最喜欢的玩具 爱琳蹲下身看着眼前的老虎 又看了看爱琳 问老板这种玩具还有多少 得知玩偶全在这明是第一位客人 不等老板说完爱琳直接一个响指 剩下的小老虎就燃起了熊熊大火 爱尔诺抱起惊慌的女儿 反应过来的老板急忙叫人命 却被素人飞来的一个亿砸个正着 玩偶烧完了火就会灭了 还让老板看在一点诚意上 以后不要再卖这种玩偶了 就这样 爱尔诺在漫天火光中被老板恭送出了门 以后和我相似的玩偶只属于我的女儿开心吧 爱琳就着一股浓烟和一脸冷汗 你高兴就好 随时暴走喜欢掐人脖子的疯爹 竟是个超级女儿奴 家大夜大的埃达姆家族 每周都会开两次历会 老爷子非常重视家族会议 却被不孝子气地直拍桌子 作为一个有实力的富二代 却丝毫不慌 依旧温柔地为女儿吃着布丁 看着要抱走的祖父 爱琳顿时慌了 小声地喊着祖父我不吃布丁了 爱琳会当个好孩子 所以祖父您别骂父亲了好吗 老爷子看着眼前软萌的小毛球 算了算了你吃吧 不够再叫仆人去拿 虽然还是很想将不孝子短出去 得到准许的爱琳 继续吃着便宜老爹喂的布丁 好吃的模样蒙翻了众人 随即在老爷子的试一下会议继续 便有人提出材料不够导致工厂停产 爱琳察觉到疯爹的恐怖气息 听家族讨论浮游石产量不够 她想起那是一种浮在空中的矿石 会被即将到来的女主发现 而地点就在公爵府的后山 别问为什么在那 问就是主角光环 熟知剧情的爱琳对女主默默地说了声抱歉 为了自己不被那么快赶出去 更为讨好便宜大跌 轻声询问浮游石是什么 爱琳贴心用魔力幻化出矿石的模样 就是飘在空中没用的石头 爱琳听后一阵无语 大佬你欺负我没读过说吗 随即说自己见过这种石头 话音刚落半死的胖刚一声 百米后的会议桌被垂成两半 惊恐的爱琳被爱琳一手扑在怀里 反应过来的众人激动地围着她询问 却被爱尔诺一记眼光扫过 纷纷吓得暴退树时 老爷子推开众人 询问爱琳在哪里看到了浮游石 爱琳指了纸窗外 在公爵府的后山 众人也不敢确定 但还是让人去做勘察 爱尔诺宠意地摸了摸爱琳的小脑袋 我的女儿怎么知道这么多事呢 瞬间惊得女孩一颤 嘈杂间有侍从赶来汇报 老爷子这才知道 那孩子的女儿居然在那种地方 立马宣布会议结束赶去处理 爱琳看着匆匆离去的老爷子 难道女主要来了 那她很快就会被赶出去吧 毫无人性的大别眼 温柔帅气的侍女和管家 还有花不完的零花钱 爱琳看着伸出的双手变成了蜥蜴腿 还被便宜老爹骂肮脏的爬虫 这是什么人间惨剧 还是尽快拿钱跑路吧 爱琳尴尬地笑了笑 爱尔诺不明所以 抱着一脸不安的小团子回了房间 听女儿说今天的布丁好吃 想吃随时说不管几个我都喂你 可她知道这场妇女情深的戏就要落寞 女主的到来会把这一切幻想打回原形 配角始终是配角 爱琳心中却暗下决心 我绝对不会缠着她 听着男人温柔的哄睡 竟还是不争气地喊了声 爸爸晚安 爱琳晚上做起了噩梦 梦里的疯爹恶狠狠地掐着她的脖子 骂她是肮脏的爬虫 还要将她做成蜥蜴罐头 强打着精神的爱琳穿着漂亮的衣裙走了出来 询问是女父亲会喜欢吗 当然了小姐是最棒最可爱的 爱琳在试你的夸赞中红了脸 可就在这时 房门却突然被敲响 爱琳下意识地想要去给疯爹开门 顺手抱起了小老虎开心地去迎接 怎料门口站得竟是两位哥哥 多血质的红毛是大哥卡兰 以后会成为数一数二的大魔法师 黑毛希丽安则是弟弟 爱尔诺的翻版以后会试得见到天才 在哥哥们的催促下爱琳回过了神 连走带跑地想要追上哥哥们 可看着他们越走越远的背影 爱琳陷入了前世不好的回忆 你这么蠢可怎么办 生下你的爸爸妈妈也太可怜了吧 巨大的恐慌让爱琳喘不过气 是我太慢了 哥哥们先走吧 面对折返回来的哥哥和突然伸过来的大手 自觉做错事的爱琳闭上了眼 我不想要挨打 怎料哥哥只是摸了摸他的头 随即捡起了躺地上的小老虎 还让弟弟犀利安过来背女孩 从未感受过温暖的爱琳 顿时不知所措 在二人连声催促下爬了上去 傲娇的红毛开口提醒爱琳 别对父亲产生太多感情 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把他当空气 爱琳打量着眼前善良而又温暖的少年 从犀利安背上一跃而下 哒哒哒地往前跑了紧 随后转过头说道 我也是有秘密的 谢谢你我亲爱的哥哥 爱琳俏皮的模样让二人小脸微红 质爱一生推开了眼前的大门 只见一个衣着华丽俊美无双的男人 拖着下巴等在餐桌前 艾尔诺温柔地张开双臂 迎接向自己奔来的女儿 爱琳轻易地在疯爹身上贴贴 父亲我好想你 看得两小只尴尬地用脚趾抠出仪式一听 男人敏锐地察觉三人之间发生了点什么 却也没多问 只是捏了捏爱琳软萌的小脸 你很喜欢这个玩偶吗 爱琳不自觉地摸了摸小老虎 这可是我两辈子收到的第一个礼物 谢谢您送我这么可爱的玩偶 爱尔诺一脸复杂地望着眼前的小团子 忍不住摸摸女儿的 却被戒指发出的红光刺激到失控 随着咔嚓一声 小老虎和爱琳被掀翻在地 爱尔诺痛苦地捂着头 让两个儿子抱着爱琳赶紧离开 爱琳惊恐地望着眼前的父亲 他似乎快要望了埃达姆家族的秘密 一旦魔力失控就会产生试杀的欲望 人们把这称之为狂暴化 为了这父亲 爱琳拼命地往他嘴里塞东西 口中污液着您快吃 多吃一点就不会生气了 在原著中 戒指也抑制不住爱尔诺的狂暴化 突然地抱走 直接嘎了十几个庸人 为此被老爷子禁足 囚禁在地下最深处 成了名副其实的家族怪物 看着还在压制 失杀欲望的父亲 熟知剧情的爱琳此刻 却什么也想不起来 听到哥哥想保护他离开 爱琳拼命地回忆 想要找到解决办法 突然爱琳发疯式地向外跑去 尽管很疯狂 但我舍不得父亲 我要救他 我可以不要钱不要倒 只求父亲温暖的手掌 能在我脑袋上多停留片刻 爱琳跑到庭院最温暖的地方 找到了书中提到过的红色果实 那是男人妻子送她的礼物 一次偶然被两兄弟发现 成功从果实中提取了 能缓解狂暴化的药剂 爱琳从口袋里面掏出自己的小金库 里面都是自己到处搜刮的储备金 此刻却被爱琳毫不犹豫地扔在地上 尽管果实爬满了树枝 爱琳也只能跳起来采摘 手指也被树枝划伤 看着扎伤的手指爱琳没有退缩 满地的果实与财宝 是她对父亲内心深处的眷恋 正想拿摘好的果实就附近 就听到餐厅传来惨叫声 男人浑身磨气 正恰着侍从果梗将她高高提起 想要阻止惨剧发生的爱琳 朝着男人大喊的一声父亲 丧失理智的男人 随手扔掉仆人 果断地朝着凡人的声音步步逼近 被吓得连连后退的爱琳 紧了紧手中的袋子 哒哒哒地跑向父亲 我一定会救你 等哥哥赶来 就见爱琳被男人提在了半空 抓准时机的爱琳 狠狠地咬在对方手上 趁她吃痛松开手时 爱琳一把揪起她的衣领 顺手将果实塞进男人嘴里 男人呲牙咧嘴却刚好咬中了果实 随即扑通一声翻倒在地 爱琳顺势骑在对方胸口 抓起地上的果实拼命地往男人嘴里塞 随着魔气渐渐消散 爱尔诺气息趋于平静 爱琳害怕得还嫌不够 拼命地捡起散落在地上的果实 试图让父亲吃下更多 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 生气的人很可怕 她再也不想见到 猛然一只大手将她阻止 温柔地唤了一声爱琳 看着狼狈的父亲 爱琳再也忍不住哭出了声 猛地扑进父亲的怀里 爱琳会很乖您别发脾气 爱尔诺温声地安慰着伤痕累累的女儿 没事了 爸爸怎么会对爱琳发脾气呢 看着不远处破损的玩偶 这世界上会有很多你不得不爱的人 但我希望我的陪伴会让你不再孤单 爱尔诺看着昏睡的爱琳 忍不住伸手探了探她的气息 发现女儿没受重伤才放下心来 哥哥卡兰十分不解 既然那种果实可以抑制狂暴化 可这孩子是怎么知道的 不清楚我的女儿有很多秘密 爱尔诺起身准备把爱琳抱回房间时 注意到了不远处开了线的小老虎 想到这是女儿最喜欢的玩具 懊恼自己不该把那些玩具都烧掉了 就在这时 哥哥发现躲在门后观望的希丽安 告诉他没事了还让他赶紧过来 顺手将装有红色果实的袋子扔了过去 拜托弟弟送去实验室研究 自己却紧跟在爱尔诺身后欲言又止 父亲这次的玩笑到此为止吧 这次他还帮了您 拥有良静如给的勇气的卡兰在身后大声说道 却被父亲冷漠回绝 并让儿子别让他重复第二遍 卡兰不可置信地看着父亲 无奈地躬身行礼并让父亲慢走 躺在床上的爱玲在仆人照顾下 没有了之前的狼狈 却更让爱尔诺心情复杂 这原本只是一个无聊的消息 可看着他受伤心里会很难过 想起妻子曾经说过 就算他在可怕孩子们依然会爱他 他不信 还吐槽妻子是个理想主义者 妻子气得抡起拳头就想揍男人 原本想生个女儿致志丈夫 可他却连带那个孩子一起离了室 睡了七七四十九天的爱玲 终于在第五十天睁开了眼 随即大喊我的宝石一把从床上跳了起来 在侍女玛依拉的叙叙叨叨中了解到 自己昏睡了很久 期间还领回来了一个孩子 是的你没猜错 那个孩子就是书中的女主 沙尔奈埃达姆 如果有人愿意给你一个亿 让你穿书当不受宠的女配 你会怎么做 侍女玛依拉搅拌着浓汤 一口一口地喂着爱玲 得知她昏睡期间父亲只来过一次 还即将领养女主做女 小脸止不住的失落 玛依拉暖心地安慰着爱玲 打开这扇门 就要见到父亲和女主其乐融融的画面 爱玲告诉自己没关系 只要不期待就不会受伤 她故作开心地和父亲爷爷打招呼 意识到躲在爷爷身后的就是女主 见到她的瞬间便害羞地藏了起来 而父亲只是瞥了她一眼便冷漠转头 好家伙表面功夫都不愿意做了吗 爱玲心里哭唧唧 好在老爷子声名大意 对爱玲发现浮游时和意志狂暴化的事情 奖励她想要什么都可以 被馅饼砸晕的爱玲 什么混将老爹通通给我闪到一边去 快步走到老爷子跟前 伸出自己希望的小手 请不客气地往我账户打一百万软妹币吧 怎料老爷子却叹了一口气 爱玲心凉了半截以为自己多要 却被一个亿的道账提醒真的压麻呆住 以后你就是我的亲爷爷 正对着账户属灵的小妇婆 却被旁边的男人一把抱进怀里 还将刚道账的软妹币收了回去 爱玲急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正想给男人挠一爪子的同时 听到了十亿的道账提醒 顿时爱玲被吓得五官乱飞 爹你是我亲爹 不不不从现在开始你是我的神啊 正当两人还沉浸在父女情深时 老爷子忍不住催促埃尔诺 让他快去办理沙尔奈的领养文件 家主大人我已经有女儿了 这孩子拥有安抚狂暴化的能力 领养他对你只有好处 见两人争执不休 爱玲很懂事地准备离开 配角就是配角要懂得适可而止 已经得到自己想要的 就该在落幕时安安静静地退场 尽管有些难过至少曾经拥有过了不是吗 爱玲快步走出书房 还喃喃着想去睡午觉 洋装快乐的爱玲表示自己一个人就可以了 便一口气溜回房间 马一拉见女孩比预定时间回来的走 但依旧打算正常执行任务 你见过会喷火的剑吗 三二一当当当你看 不孝子信不信我将你捅个对穿 傍晚爱玲偷偷默地跑到碟院 想要拿回自己收集的储备金 隔天就离家出走 意外撞见自己的侍女鬼鬼祟祟 正疑惑他手里拿的什么 身后却又传来侍卫的声音 他只能放下疑惑先逃离 清晨被阳光晃到眼的爱玲 猛地想起自己与父亲的最后一顿晚餐 却被侍女告知 老爷子发了很大的火将爱玲诺禁足了 看来不是讨厌他才没来的 爱玲懊恼地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那个男人不是自己可以肖想 穿戴好的爱玲还是忍不住去找父亲 推开门的瞬间 看到女主给父亲的治疗被打断 慌得连声道歉 爱玲懒微笑挥手示意女儿过来 爱玲犹豫片刻 还是哒哒哒地扑进父亲怀中 抓着父亲的袖子询问祖父是不是骂你 不料男人反问爱玲见过会喷火的剑吗 还让他默束五个数 响当的一声 只见老爷子带着一把喷火的剑冲了进来 爱玲懒你个不孝子 谁让你把家族的矿山转到自己名下的 不是家主亲口说要把矿山给我的吗 两年前您亲口说的 吵死了当时你拒绝了现在又想要 少在那疯狗乱废 爱玲懒却丝毫不理会 甚至还笑着学了两声狗叫 气得老爷子和喷火剑当场歇菜 不等老爷子继续说随手一个响指 直接将老爷子传送出去与阿黄一家团聚 他真是倒了八辈子血眉才有这个儿子 突然爱玲懒想起了什么 又是一个响指 一个修好的网偶出现在眼前 爱玲捧着更加柔软的小老虎 心想这点没白疼 捏罢来了都没你会玩啊 看着笑得一脸灿烂的爱玲 女主终于没忍住提出想要捏捏她的脸蛋 再得到爱玲的肯定回答 女主一双大手在爱玲脸上捏出各种形状 直呼软的就像刚出炉的面包 姐 姐姐等一下 女主顿时手将在半空 爱玲正以为自己说错话而准备道歉 女主却满足的小脸红扑扑 一把抱住眼前这可爱的小团子 你五岁我八岁你就叫我姐姐吧 谁能拒绝这么可爱的妹妹呢 艾尔诺一脸不爽地看着自己的白菜 被别的生物捧来捆去 却不知不久将会彻底失去女儿 女主的到来让爱玲患得患失 只因这个世界的女主太过耀眼 可她为什么总喜欢追着我喂饭了 来爱玲张张嘴 这女主八成是有什么大病吗 两人在打闹中吃完了早饭 突然沙尔那一把抱住爱玲 感谢因为有她的陪伴 才能在这陌生的地方的安心 爱玲轻声安慰道 姐姐你马上就是父亲的女儿了 她会对你很好的 怎料女主并不想成为她的女儿 爱玲不解地看着她 原作中女主没这么抗拒 也许是因为剧情才刚开始 以后会好起来的 爱玲想起最近就有一件宝物被盗事件 据说埃达姆家族有三件能主动认主的宝 一是老爷子手里会喷火的剑 二是埃尔诺的均衡碎片 最后一个则是龙珠 而这次会被盗的宝物是均衡碎片 它能平衡埃尔诺不稳定的精神状态 也正是因为碎片的认主 以至于老爷子就算被气到心得 也不能轻易赶走爱玲 由于女主找回了均衡碎片 逐渐与埃尔诺变得清静起来 爱玲的脑子关键时刻又卡刻 怎么都想不起来是谁偷的 女主看着爱玲一脸郁闷 随即一把握住她的手 告诉她有什么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 虽然我们刚认识不久 但我感觉你就像我亲妹妹一样 我希望你能一直幸福 穿梳前曾幻想过要成为女主一样的人 此时却被女主感动的想要以死明治 姐姐我会让你更幸福的 打鸡血的爱玲在心里暗暗发誓 要让女主和爱玲的关系变得更加清静 更要让女主比原住过得更幸福 于是她将打包好的行李又悄悄放了回去 隔天就听说爱玲的生日是今天 侍女玛依拉怂恿她第一个送礼物 还不经意告诉爱玲 还有另外一块均衡碎片的存在 极其碎片您父亲就不会再发疯了 我知道另一块碎片在哪里哦 如果您送了这份礼物 您的父亲一定会选您而不是沙尔代 爱玲小姐你怎么看 就在此时爱玲的记忆清晰起来 犹如柯南附体真相只有一个 那偷走宝物的贼人就是她 大聪明你知道她是谁了吗 只因变身成了一只蜥蜴 便被众人为之厌恶 纷纷叫嚣着要踩死她 而主导这一切的竟是自己最信任的人 爱玲知道偷走宝物的人是谁 却没有立即表现出来 只是如顽劣的孩童一般 她不愿破坏剧情 只说偷东西是不好的行为 你刚才的话我就当没听见 那我把您是受人的事说出来也没关系吧 毕竟陪伴了您这么久 还有上次的热壳可是不是也很美味 本该在新年宴会变兽人 却让您躲过一几 但这次您可就没那么好运了 被自己最亲近的人背叛 爱玲受伤的缩在被窝中 按照剧情女主很快就会找到窃贼 走上既定的团宠之路 可她好不容易有一个可以留下来的目标 却在此刻化为泡裕 为什么我的人生总是这样 清晨出门的爱玲听到了众人的议论 出神片刻被突然出现的管家打断 您需要和我去个地方 爱玲意识到兽人的身份暴露 随后跟着管家来到议事厅 孤零零地站在中间等待着审判 从现在开始老是回答我的问题 听说你和穿黑衣服的人勾结 偷走了这家伙的耳钉 爱玲闻言一正 瞬间意识到玛依拉想让我背锅 她还说你是兽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如是回答我 是 还是不是 爱玲想澄清自己是兽人 但没有偷耳钉 怎料一股熟悉的一样袭来 眼前的视线变得扭曲 恍惚间看到侍女丑陋的嘴脸 见她突然消失众人惊疑不定 猛然一阵尖叫响起 那下面有一只蜥蜴 而小蜥蜴已经吓得汗毛倒数 一溜烟在众人脚下疯狂逃窜 所过之处人人为之厌恶 纷纷叫嚣着踩死她 猛的一只大脚踩上了小蜥蜴的尾巴 痛得小蜥蜴眼泪直流 来不及刹车的她生生被扯断了尾巴 她忍着剧痛窜上粗大光滑的屎柱 身体的疼痛让她委屈落泪 不懂自己为什么要遭受这种呆语 急促的脚步声从台上走下来 不理周围的嘈杂 男人温柔的伸手想要接住她 艾琳下来吧 可小蜥蜴知道对方很讨厌爬虫类 她应该很失望吧 泪眼朦胧中看到扔在地上的破布娃娃 那是父亲送我的玩偶 激动下手掌一滑 直接从高高的柱子上掉了下去 要死了吗 可我还不想死啊 无论哪里都好拜托请让我离开这里吧 在落地的瞬间亮起一道金光 她竟真的原地消失 躺在玩偶上的艾琳缓缓睁开了眼 突然一只小手将她捞起 看到没有尾巴的她 便猜测她也是被人抛弃的对象 你和我的处境应该差不多 我很喜欢你 从现在开始你就当我的宠物吧 侍女还在为计划成功暗自窃喜 丝毫没有注意到后面有人靠近 众人只听到一声惨叫 便看见侍女捂着手臂瘫倒在地 我的女儿哭了 艾尔诺没有理会她的惊恐求饶 咔咔咔一声结束了她的生命 可这还没完 随即看向踩断女儿尾巴的胖子 你刚才不是很会说吗 那你就滚去地狱慢慢说吧 老爷子见他还想砍翻全场 急忙上前阻止 男人漫不经心擦拭着剑上的血迹 如果不是你也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老爷子对他的质问很生气 那孩子是个爬虫类兽人 他有可能不是艾达姆家族的血脉 而这也彻底惹怒了艾尔诺 直接将剑置向自己的父亲 被老爷子用手里的钢笔挡住 不管怎样他都是我的孩子 说完便要离家出走 狂暴话已导致男人身体达到极限 即便如此 希望在狂暴话发作前 您能尽快把女儿带到我面前 一旁的管家也觉得老爷子太广 您早知道那是女士敌人的眼线 就算您想听艾玲小姐的回答 可对于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那就是险过 老爷子无言以对 随即在管家的安排下开始寻找艾玲 而意外被子发少年捡到的小西 竟来到了最初计划的孤儿院 此刻正被眼前的子毛小西小西地叫着 艾玲沉默地闭着眼 怕自己单会忍不住跳起来有他 紫发少年名为李哈尔克 未来的魔塔主 最爱做人类要经过多少生死关头 才会主动求死的实验 被众人称为疯子 小西我救了你你就是我的 以后你也要一直待在我身边 来到这里后她一直尝试变回人形 但身体却没有一点反 正苦恼的艾玲还时常被子毛插到 你尾巴为什么端了 是不是被父母抛弃了 还是被同类排挤 果然什么生物都一样都会排斥异类 艾玲这才想起 眼前的紫毛从小生活在无数的偏见中 只因他样貌出众魔法天赋异禀 却没有父母 随后他朝我伸出了手 承诺以后我们就是彼此的亲人 你也可以证明你不比他们差 以后谁欺负你你就打回去 聊得正起劲的紫毛 被忽然打开的房门吓了一跳 起身连忙将小蜥蜴藏在身后 来人正是孤儿院的院长 你今天怎么没去训练 紫毛紧张之下手扶自觉收紧 勒得艾玲发出了一声怪叫 什么声音 我说过这里禁止羊虫 紫毛晃动着手掌表示你听错了 刚刚只是我打的一个嗝 紫毛还想继续狡辩 却被院长严厉的口吻打断 并让他让开 紫毛激动地拒绝 就算你是院长 抢了我的东西我也不会原谅你 眼看大战就要一触即发 艾玲躲在身后瑟瑟发抖 听到李哈尔特叫他院长 看来他就是那个圣魔大战的英雄了 男人本有个幸福的家庭 在爆发战争后不走 受到神的指引来到战场杀敌 虽然战争最终赢得了胜利 可男人的妻儿也在战争中死亡 自此他销声匿迹成立了孤儿院 见两人依旧争执不休 艾玲悄悄地从桌上一跃而下 伸出自己的蜥蜴腿 对着院长一顿女的磕头 你是在请求我让你在孤儿院生活吗 艾玲激动地连连点头 她好像听得懂人话 院长看着眼前成了惊的蜥蜴 我暂时允许你带着她 临走之前还嘱咐李哈尔特好好教她 明天的训练也不能迟到 反应过来的李哈尔特激动地跪在小蜥蜴面前 小蜥你真的能听懂我们说的话吗 看来你我缘分是命中注定的 她摸着小蜥蜴柔软的肚皮 从现在起你一刻都不能离开我 如果逃跑的话 我会一直追你到地狱再把你关起来 说完便在小蜥脸上来了一个摸摸的 艾玲吐槽这不是疯子是病骄啊 莫名的有点想爸爸 第二天李哈尔特去食堂打饭 周围人见到她便开始嘲讽 习以为常的紫发少年 只想着快点吃完蚝给小蜥送水 听说她之前是个奴隶 就是像狗一样舔主人脚的家伙 李哈尔特淡定地走到几人身旁 直接将饭盆扣在对方头上 躺地上做什么呢 你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男孩瑟利那人大喊她说什么了 丝毫不惯着他们的少年随手 扬起冰魔法 不记得了吗 那我就帮你好好回忆一下 猛然一只大手将她制止 我说过禁止对别人使用魔法 这样很危险会有可能将对方杀死 李哈尔特看着不理解自己的愿者 心里委屈极了 愤怒地甩牌抓着自己的大手 他们的死活跟她有什么关系 说完头也不回地往外面冲 爱玲坐在窗前从清晨等到黄昏 也没见到李哈尔特的水果 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爱玲迅速地躲到床底 小夕你快出来吧 李哈尔特她离家出走了 听到是院长的声音 这才犹犹豫豫地爬了出来 男人见她果然听得懂人话 随即向她伸出了手 小夕你能帮我找到李哈尔特吗 我把蜥蜴当成狗的变态愿者 竟拿出李哈尔特的臭袜子让她秀 却意外地发现了气味指引的路 院长按照爱玲的指引 在丛林中快速地穿梭 猛然一个瞬闪直接让她浑在后面追 被吹飞的小蜥蜴脑子里只有救救我 急忙拍打她的衣服示意她停下 对方却误以为要找的人就在附近 连连夸赞蜥嗅觉灵敏 随后男人找到一块空地 将小蜥蜴放在地上 村庄里危险你就在周围看看 说话的同时还将满是汉字的手伸了过来 这是我的味道 找到李哈尔特后你就来找我吧 爱玲顺着气味一路来到村庄 很快就找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少年正独自荡着鞦韆轻声的抽气 爱玲费劲地爬上了她的肩膀 轻轻地舔尸着少年流泪的脸盘 李哈尔特惊讶地看着小蜥 你是来找我的吗 你腿那么短一路爬过来很辛苦吧 男孩叙叙叨叨地述说着今天发生的事 不示弱地表示已经收拾了那几个讨厌 尤其是爱秀那蠢蛋总炫耀自己要被收养 我可不羡慕她 就算没有父母我也可以活得很好 她偶尔会想 为什么她的父母不要她们 她是什么地方被讨厌导致一出生就被扔掉 后面发现普通人讨厌魔法师 可如果是这样 他们就应该在她还在墙宝时杀了她 见少年陷入偏激情绪 她想起了原著 李哈尔特和女主在成年相遇时 才得知自己是柯林家丢失的孩子 爱玲看着眼前伤心的俊美少年 决定提前帮她找到自己的家人 那样女主和她的人生会不会更幸福 爱玲哒哒哒地跳到少年面前 拍着胸土保证会帮她找到家人 眼见少年一脸呆滞 比划得更起劲 你家人没有抛弃你幸福 随即单手插腰另一只手向外指了指 院长还在找你呢 他信心满满自己比划得这么清楚 他肯定懂了 却被一句你在说什么鸡的溃不成军 见她无精打采少年摸了摸她的头 谢谢你小蜥 你是特意来找我听我倾诉烦恼的对吧 你真是一条善良的蜥蜴 爱玲刚想说着什么 却被一声喷嚏打断 吓得她以为小蜥蜴感冒了 起身便要带她回家 却被小蜥蜴紧拽着衣领示意往后看 不远处的院长正在询问路人 弗林心智地向后看了一眼 便快速地跑了过来 爱玲看着找来的院长与少年紧紧相拥 内心酸涩地笑了笑 此刻的她很羡慕被抱在男人怀里的少年 又是思念父亲的一天 还穿越到龙的家族 却是个随时会变身的蜥蜴幼仔 本想等疯爹对她没兴趣后就离家出走 怎料惨遭信任的人陷害被迫断尾求生 命悬一线时邂逅了风批美少年 朝夕相伴的梁小只很快成为了彼此最亲近的人 少年在爱玲的安抚下沉沉睡去 自己却坐在窗前独自思念着父亲 院长惊讶这么晚还没睡的小西 逗去她是个夜猫子蜥蜴 男人疼惜地看着眼前的少年 李哈尔特虽然表面看起来很坚强 内心却是个非常害怕寂寞的孩子 因为是魔法师的孩子 他受到了所有人的欺凌和辱骂 可院长不认为他的父母会抛弃他 因为魔法师的血脉是极其珍贵的 为此一直都在暗中寻找他的父母 可惜没有什么进展 小西也许你可以填满他内心缺失的信任与爱 临走时还拜托他照顾好男孩 院长走后爱玲费劲地爬上了床 准备进入梦乡 背后似乎有什么东西钻了嘴 痒痒的却怎么也挠不到 最终放弃的小西 祈祷让他快点变回人形吧 隔天里哈尔特拄着拐杖 骂骂咧咧咧地上了楼 该死的院长一大早训练我好几个小时有完没完 压下愤怒的情绪深呼吸 小西我回来了快出来迎接我吧 怎料映入眼帘的竟是一个粉毛团子 看迷眼了的男孩 回过神生气地质问女孩为什么在她房间 爱玲连忙白手你听我解释 猛然在女孩手里发现了蜥蜴皮 抛天的愤怒让她释放冰魔法 你对我的小西做了什么 想到院长说的你这样做可能会杀死对方 不甘心地收回魔法并让她滚出去 此时院长寻声走了过来 瞧见两人鸡飞狗跳的模样问他们怎么了 院长这个陌生女孩进我房间 还说自己就是小西 院长注意到女孩衣服下的大尾巴 随后带女孩来到客厅 得知女孩名叫爱玲是个西异兽人 李哈尔特这才相信眼情的女孩是小西 突然恢复的人形让爱玲有点窘迫 要是再晚一点可就大行射死现场 院长聊起她的父母 一想到疯爹可怕的眼神 爱玲惊恐地说不出话 院长见她如此也没再多问 让她和男孩住一起相互照顾 在这之前你这不停晃荡的尾巴得学会收起来 爱玲慌乱地用衣裙去遮盖尾巴 院长起身让他们早点回去休息 兽人的消息最近会去首都打听 爱玲想起柯林家就在首都 这也意味着 李哈尔特很快就能见到她的父母了 可这首都又该怎么去才好呢 再次变回人形的爱玲 一心只想帮风批找到家人让她开心 可她看到我的瞬间居然要杀我 只因我不再是她的掌心甜蜂细细 孤儿院的朝夕箱子 让李哈尔特对她敞开心扉 每天都带她去秘密基地分享她收集的宝贝 里面都是她散步时捡到的漂亮东西 有壮实的像果五颜六色的贝壳 特别红的枫叶 还有多角虫的尸体 见对方被吓得哇哇叫后笑出了声 随后献宝石地掏出一个蓝水晶 这是我昨天剪得漂亮吧 而这正是艾尔诺的耳钉碎片 你喜欢他吗小夕 爱玲希望她能叫自己的姓名 小夕是我给你取的名字 你就是小夕 见女孩一直盯着蓝宝石看 这个送你带你可以送我什么呢 而她能给她的东西 也只有帮男孩找到亲生父母 我带你去首都吧 男孩想也没想果断地拒绝 首都这不好那不好不想去 那里会有你意料之外的惊喜哦 见男孩的注意力被吸引 爱玲保证绝不会让她失望 男孩勉为其难答应 但如果礼物让我不满意的 小夕你就要一辈子待在我身边哦 我们俩都是孤身一人 就让我们成为彼此的家人吧 沉默伴想的女孩 与男孩拉钩印下这份沉默 在爱玲的计划里 院长明天乘坐马车去首都 必定会和孩子交代一些事情 他俩趁马夫不在的时候偷溜上车 就躲在马夫的椅子下 只要中途不被院长发现 他俩就能顺利的抵达首都 毕竟按照院长的性格 绝不会带他们 可到首都要花一周的时间 果然计划很难实现 可他想让男孩与父母一家团聚 再把保时碎片给封爹 还有将银行的钱拿出来 李哈尔特见女孩 还在思考可行计划 小心你很想去首都吧 昨天不是说好了我们是一家人 无论你要做什么我都会陪 让迟钝的女孩心生感动 很快就到了院长出发的那天 两人计划实施非常顺利 本以为可以坐里面客瓜子 结果却像是在叠俄罗斯方块 李哈尔特没忍住横身爱玲 随即被凑过来的 可爱小脸羞的脸颊红扑扑的 支支吾吾的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当马车开始移动时 一阵阵哐当哐当的颠簸反行 梁小芝意识到要完蛋了 因为接下来的路程院长救命 不出意外的还是出了意外 只因梁小芝在椅子下面叫声 实在太早 自知犯错的两人排队站好 接受着院长唾沫横飞的狂轰乱炸 男人对眼前两个不听话的家伙 很是头疼 正打算重新叫辆马车送他俩回去 爱玲急了请求男人带他们一起去 考虑到首都对小孩子太危险 男人果断拒绝 不肯放弃的爱玲 直言有重要的事情需要自己去做 李哈尔特看着一脸为难的女孩 忍不住想要出声为她说话时 爱玲从兜里掏出一颗蓝宝石 我需要将这颗宝石交给埃达姆家族 情急之下透露自己与埃达姆家族相识 只有自己送他们才会收 要是院长独自前去会被怀疑 让您担心真的很抱歉 这东西对埃达姆家族真的很重要 就在院长犹豫不决时 马夫的催促声传来 爱玲慌得急忙再次哀求男人 我会很乖很听话 拜托请让我跟着您一起去首都吧院长 男人无奈地叹了口气 嘱咐他赶紧上车天要黑了 爱玲兴奋地就要跟上去 却发现李哈尔特待在原地一动不动 紧敏的小嘴透露着些许阴郁 与此同时 眼在首都的埃达姆家族英语绵绵 女主沙尔奈正在帮男人压制狂躁症 漫长的进化治疗不见其色 沙尔奈很是不解 家族其他人三秒钟就搞定 唯独这个男人反而越来越暴躁 埃尔诺不耐烦地抽回自己的手 让他不必浪费时间早点回去休息 碰到两儿子从外面回来 得知一点女儿的消息都没有 暴躁的埃尔诺一直想去卡瓜的冲动 只因不想女儿回来看到生气的自己 路过爱玲居住的房间 仿佛又看到那个刚睡醒的粉团子 在跟他打招 如梦初醒的男人 不自觉地走到床边坐了上去 他出于好奇心的恶作剧 仅仅是因为戒指上沾染的气息 在新年宴会上收他做假女儿 还要陪他上演妇女情深的戏码 玩腻了的话扔掉就好了 可就在男人狂暴话 抑制不住试杀欲望时 女孩不顾一切地朝他跑来 男人心里明白 他是自己的女儿 是他愿意用真心疼爱的女儿了 望着如今空空如也的地方 我亲爱的女儿你到底在哪里 亲爱的女儿你到底在哪 是不是也和爸爸一样 正想尽办法地回家 终于忽悠院长带他们一起去首都 却发现李哈尔特还待在原地 女孩还以为他在为自己撒谎生气 却不想对方兴奋地称赞他好厉害 竟然凭借一颗随手捡来的宝石 便出了那样的理由 爱玲正不知道如何向他解释 却被对方一手握住 急忙追上准备离开的马车 女孩并没有很开心 她的谎言就像胡乱堆叠的鸡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摊他 很快马车就到达了院长安排的落脚点 李哈尔特像是第一次出门的小孩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吸引着他 很快又发现了桌上五彩斑斓的点心 边吃边问这个东西能不能吃 此时院长表示自己有事要出去一趟 嘱咐他们两个老老实实待着着不要乱跑 有什么事可以用这个通讯器联系他 还有关于那颗宝石的事等他回来再处理 到了晚上 看着熟睡的梁小枝 院长才放下心去办自己的事情 他也不知道 将他们俩带来首都好不好 只是看着如自己女儿般气球的模样 他做不到狠心拒绝 却也不想再发生令他后悔的事情 隔日清晨 爱玲看到桌上院长留下来的物品里 近还有三万软妹饼 回头瞥了一眼还在熟睡的李哈尔特 想到对方说的要一辈子待在一起 爱玲只当是他的一句戏言 毕竟他还只是个孩子 根本不会明白自己说这句话的意思 不期待就不会受伤 他只想待在孤儿院快乐的抓狐蝶 爱玲决定先帮他找到家人 他一定会很开心 想了想还是给他留下了一封信 然后整理了一下衣服准备出去 尽管只有五岁的软萌外表 但不影响他十八岁灵魂出去浪的心 很快肚子转出了咕噜噜的抗你 只能先放下雄心壮志奔向虚命点 走在街上的爱玲啃着美味的面包 心里却留下了贫穷的泪水 扒拉着手里的金币应该还能租辆马车 如果钱不够那就中途下车吧 路过繁华大街的爱玲 又听见一阵肚子咕噜声 转头看去是一个蹲坐在墙角的小孩 他看起来跟李哈尔特年纪差不多大 正可怜巴巴地盯着他手里的面包 爱玲不舍地看了看自己买的早餐 但还朝着男孩走了过去 这是五美子酱带蛋花的面包给你吃吧 要是不喜欢给你换个贱目味的 所以你喜欢这个还是那个 这时男孩抬头露出他的盛世美颜 惊得爱玲连连后退 亲爱的宝子们你猜出他是谁了吗 此刻的李哈尔特比起找到陌生的家人 却更希望小蜥蜴能永远留在他的身边 命运的齿轮让爱玲遇见了白毛 只是因为对方肚子饿 好心递了块芥末味的面包给他 怎料他跟了我一路 竟还要给我做狗 爱玲突然意识到 眼前这个淫发蓝毛的孩子不简单 毕竟按照眼狗大大的风格 这么倾国倾城的小脸 可不就是小说里的男主 配角都是不配拥有外貌形容词的 那眼前的这个孩子 必定会和女主有名气 不行他得赶紧跑 他还没有帮李哈尔特找到家人 更不想被埃达姆家的人抓回去 白毛看着手里的面包 笑得意味不明 另一边 老爷子正在询问管家女孩的消息 如果那个奸细没有污蔑小毛球 事情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话虽如此 但家主民也并非没有一点责任 心虚的老爷子顿时恼羞成怒 埃达姆家族的孩子都是揍完在谈话 你不也知道吗 管家表示完全理解明显消消气 自知理亏的老爷子 问起了艾尔诺都在忙什么 得知不孝子连续三天取消所有行程以后 气得捏断了手里的钢筆 他真是倒了八辈子血眉才有这么个不孝子 与此同时院长来到一家小酒馆 不废话的男人朝老板扔了一袋金币 把我预定的东西给我 见状老板也爽快地掏出了一张VIP入场去 他为了拿到这张飘妖都折断 不明白男人要去这种肮脏的地方做什么 传闻这是场规模最大的拍卖会 不仅有各种昂贵的珍败 还有各处拐来的稀有兽人 尤其是样貌绝佳 还长有耳朵和尾巴的兽人最受欢迎 不过拍卖场背后的势力明月供货 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 你要小心 院长表示他不会乱来 小孩子无辜能就一个是一个 而就在这时 门口谄媚的声音引起了院长的注意 大佬您对我们的情报还满意吗 见大佬满眼杀气 连忙使皇伙计弯成360度 大佬您慢走 你一直盯着人家看是被迷住了吗 恼怒的院长让他闭嘴 只是好奇那个男人的身份 能让缺德的雇主有这么狗腿子的一面 老板说自己也不清楚 只知道他在到处找你 丧心病狂的明月公会 看见孩子就套马带 都不看孩子的身份 院长不由地为自己带来的 两小只担心起来 迫不及待地想快点回去 确认他们的安全 李哈尔特爱玲 你们千万别乱跑 一定要乖乖等我回来 谁能想到以后杀法果断的大神官 竟然是个喜欢跪地的年人跟屁虫 爱玲在繁华的街道上 刚走几步便感觉有人在跟着他 不想理会 心想对方也许是顺路的吧 可白发热切的视线和紧跟的步伐 让他停下了脚步 我没有多余的面包给你 你能别跟着我了吗 白毛不等他继续说完 便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请您收留我吧 我会好好侍奉您我的主 拜托了 爱玲惊得脑瓜嗡嗡的 连忙让他起来有话好好说 眼看吃瓜的群众越来越多 欲腹无泪的爱玲忍不住心中狂吼造念 为了缓解此时的尴尬 只能暂时让男主跟着自己 他很清楚男孩讨厌什么 赶走他也只是分分钟的事 被一路主人主人叫烦的爱玲 回头看了一眼 我没理给你别再叫我主人了 我知道了主人 无奈的爱玲终于找到了一辆马车 上前询问车夫去克林公爵府的费用 谁知车夫不想理会他 转头就去接待了别的客人 还让他快点回去找爸爸 吃了一嘴灰的爱玲 这简直太过分了 这时一直跟着他的白毛突然开口 主人我知道那个地方 我带您去吧 眼看自己又要被拒绝 他只能再次使出必杀技 为了避免再次被人吃瓜的爱玲 乖你带路我去还不行吗 没一会两人便到了克林公爵府 而这仅仅只是拐了一个弯 苍天来他为什么要在这 真的很没面子的好吗 白毛表示有任何需求都可以喊 也会在大门口一直等待主人 最后他竟还学了一声狗叫 爱玲疑惑地问他在做什么 为表服从他愿意成为主人的狗狗 于是又叫了两声 这孩子八成是脑子有坑 长得好看还善良 应该过得挺艰难 算了算了就让他跟着吧 谁能想到这个心软的决定 会让他每天都被拉扯到晕局 爱玲走向看守的护卫 表达自己是公爵大人儿子的朋友 希望他们可以放他进去 在护卫一阵讨论过后 还是决定先去通报公爵 爱玲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只是李哈尔特现在在做什么呢 他有看到我留的心了吗 知道自己就要和家人团聚 会不会很开心 但他不会知道 此刻的李哈尔特 比起找到陌生的家人 却更希望小蜥蜴 能永远留在他的身边 醒来的男孩发现小蜥离开了 虽然信上说明了原因 可谁要会抛弃他的父母 轻轻地摸摸小宝贝的脑袋 祝福所有的宝宝们 每天都能幸福快乐 然而这温馨的画面 却是别人眼里的玻璃渣子 只因出生在这个家族的孩子 凭借天生觉醒的特殊血脉 会成为其他势力的威胁 躲在门外的侍女 冷冷地看着这阴影 她不顾孩子的死 转手便将她丢给人贩子 女人想要的从来不是金钱 而是那个家族的智力破碎 爱玲来到公爵府大门前 在侍卫喋喋不休的质疑中 希望她不要有任何隐瞒 只因公爵大人非常讨厌说谎的人 随着大门的打开 她终于见到了柯林公爵 那应该就是李哈尔特长大的样子了 紫色的发丝如同精灵般梦坏 她的美貌让爱玲无法从她脸上一看 然而男人只是一脸平静地处理文件 让她把知道的赶紧说出来 见对方迟迟不开口 这才不愿地抬起了头 她冷漠又毫无期待地掩饰 仿佛是在告诉她你敢骗我就死定 爱玲不知从何说起 她叫李哈尔特头发是紫色的 被自己蠢到的爱玲 这些废话说了等于没说呀 突然灵光一闪 她想起了男孩的耳坠 那是一个白色四方形的耳饰 会因为使用兵器魔法结出双花 文言一脸不可置信的工具 快速打开盒子取出一枚耳坠 难道你说的是这个 得到肯定回答的能力 再也忍不住激动的情绪就想往外冲 这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动静 真是精准的好女 看到如此焦急的工具 女孩犹豫地说出自己还有点其他事 她是瞒着李哈尔特过来 需要一点时间跟她解释 所以您能再等等吗 明天她一定会把李哈尔特带过来 男人不善的眼神像是在说 你竟敢让我等 很快冷静下来的工具 疑惑她怎么知道那是我的孩子 我就是四处逛逛看到了寻人启事 发现上面描述的和我朋友很像 于是就来了呀 在原著中是女主多次看到了寻人启事 只是孤儿院离首都太远了 消息根本就传不过去 导致李哈尔特成年了才找到家人 看着把自己当小哈哄的女 为了儿子我就信如此 拿出通讯器让她好了就发个语音 明天她会亲自派马车过去接 还礼貌询问要送她回去吗 不用了我朋友还在外面等我 刚出门的爱玲便被白毛追了过来 主人您的事情办完了吗 问这次多亏有你 谢谢啦 不过我没想到你真的会等我 还有别再叫我主人了 说话间袋子里的均衡碎片不小心掉了出来 眼看着碎片越飞越远 爱玲慌了 白毛先一步捡起了掉落的碎片 说自己也有这东西 还是两块呢 接着双手捧着三块碎片递到主人眼前 您看他们长得都一样了 爱玲愣住 原著中均衡碎片只有主角才能拥有 埃尔诺三块 李哈尔特一块 剩余的三块中有一块下落不明 而另外两块就在未来的大神官手中 所以喜欢吃芥末味面包的白毛 他就是 外穿成黑龙家族的西翼柚子 如今利息成为团宠 竟被全员争抢一个他 无奈与封批富二代定下契约 怎料被软蒙病交偷了假 憨憨白毛捧着碎片一脸笑嘻嘻 主人这些玻璃球都给你 面对白毛讨好的行为 爱玲尴尬地连连拒绝 这东西看起来像但他们不一样 所以你还是自己收好吧 心想这玩意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可不想又被卷入什么危险住 白毛是不是未来的大神官呢 他不应该还在神殿被大祭司折磨着吗 为什么跟着他不放 还一直要给他做狗 原著中的男主信念坚定 只是眼前这个小裤包是怎么回事 估摸着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于是便让他暂时先跟着自己 只是猝不及防的狗叫 让爱玲后悔自己刚刚的决定 到达住处的两年 爱玲让白毛在外面先等一下 他需要和朋友说一声 不出意料的跪地杀 让爱玲直呼求求你别跪了 你就站那等我一会就好 来到门前的爱玲还是有些忐忑 毕竟自己的不告而别 现在更是带了一个脱油品 希望李哈尔特不要生气 打开门后里面一片黑漆漆的 爱玲亲身呼唤着李哈尔特 宝宝我回来了 你在里面吗 很抱歉走的时候没跟你说一声 回来的路上我买了你爱吃的糖葫芦 话音装落变 感觉脚下传来一样的错 你还慌了 一地的碎玻璃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爱玲你找到了吗 找到了我所谓的家人了吗 当然 他还说明天要派马车来接我们吧 不知道我看到你父亲时下了一点 你们长得太像了 怎么样我们明天一起去吧 一起去见你的父母好不好 此时的李哈尔特就像一只受伤的小兽 满眼的悲伤 他不停地质问爱玲 为什么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 我们不是约好会成为彼此的家人吗 你不是已经答应我 可为什么连你也跟我父母一样想要抛弃我 我是真心要和你成为家人 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 求求你别离开我 爱玲一直以为 男孩只是害怕孤单 说出要留他一辈子在身边的话 也不过是两个孤独的人相互取暖罢 他已不敢再对任何人抱有期待 这是书中的世界 而他自始自终都是一个游客 我没有骗你也没有不要你 而且我也真的很喜欢你 比起我你的家人们更爱你 你的父母并没有抛弃你 他们只是因为你被坏人偷走 不小心把你弄丢了 他们怀着你还活着的希望一直在不停地找你 我亲爱的李哈尔特 明天我们一起回家看看吧好吗 此时男孩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 滴答滴答地落在了婴儿的小脸上 小夕你是骗我的对吗 这是你想抛弃我 而对他编织的美梦吗 而另一边还在思念着儿子的柯林公爵 从手下口中得知那个兽人并没有撒谎 男人抚摸着照片上的儿子 李哈尔特我的宝贝谢谢你还活着 爸爸真的好想你 一次偶然救下来的西医柚子 竟会成为他一生不舍的羁绊 小夕我们还会是家人吧 得到女孩的肯定回答 李哈尔特才从悲伤的情绪中走出来 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向女孩再次确认 即使柯林公爵真的是我父亲 你也会跟我一起生活的吧 被问住的爱琳支支吾吾表示自己还有其他事 难道有什么事能比他还重要吗 这只要怎么回答才好 李哈尔特害怕地捏紧他的手 小夕不要走跟我一起生活好不好 我会把最好的都给你 求你不要抛弃我一个人离他 我们彼此约定 没有你我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 两人的争吵吸引了男主的助力 本该安静等待的他担心主人会受到伤害 李哈尔特警惕地盯着门口的陌生人 你是谁为什么进他房间 白毛看着满屋的狼藉 焦急地向爱琳跑来 询问主人有没有受伤 还让他先离开着 他来解决这个给主人带来威胁的教会 然而李哈尔特拉着女孩的另一只手 质问白毛为什么要拽着小夕 还让他赶紧过 在两人火药味十足的争执中 被极限拉扯的爱琳痛不欲伤 爸爸你快来救救我吧 不然你就再也见不到你可爱的女孩 说着就要打起来的两人 突然听到我的声音 吓得两人同时松开了手 爱琳无力地趴在地上表示肚子好饿 李哈尔特心疼地看着小夕 只能先放下对白毛的敌意去准备食物 而爱琳和男主开始清理起房间 白毛打扫时看见了掉落的寻人启事 他就是那位公爵遗失的孩子 并且还是一位魔法师吧 爱琳诧异地看了男主一眼 自己并没有和他说过这些 他是怎么知道的 似乎看出了主人的衣服 解释到他身上有魔法师的气息 还说主人的衣服干了 提出帮他把斗篷脱下来清洗一下 原著中的大神官是个以人为尊 极其讨厌受人的存在 如果他是未来的大神官 不知道他看到斗篷下的尾巴 会不会因此远离他吗 怎料这个憨批只是一个劲的夸斗篷很珍贵 丝毫没有注意到他不意露出来的尾巴 爱琳提醒他没看到其他的吗 会不会觉得恶心想不过呢 见他没什么反应 想来应该不是同一个人便询问他的名字 主人 我叫鲁西里温 这个名字好熟悉啊 这这不就是原著中的男主呢 他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像是看出了主人的疑惑 男主说是因为您如神一般拯救了他 正当他要说出原因时 李哈尔特带着满满一车精美的食物管 爱琳的注意力被瞬间吸引过去 正当女孩吃得起劲时 李哈尔特说吃了他的饭就不能离开他 你没看见主人不愿意吗 奢华的黄金马车 三人看着这么张扬的马车 商量着要不要换一辆石 克林管家呛呛地来到他们面前 亲爱的小少爷非常荣幸能来接您回家 说爸将红地毯秘书 直直地扑到他们跟起 尊贵的少爷和两位贵客请上马车 文言鸡皮疙瘩竖起来的三人 顶着成敦质疑走上了属于他们的新篇章 李哈尔特外表强悍 内心却十分脆弱和孤独 只因他魔法天赋异禀却没父母 便受到了所有人的欺压和排挤 一次负气出走 让他就吓一只昏迷的蜥蜴柚子 看到没有尾巴的他 便知道定是被人排挤抛弃的对象 少年偏执地认定他是自己的家人 带他去秘密基地看广法 陪他实施疯狂地逃跑记录 只因女孩的出现填补了他缺失的信任女孩 一觉醒来的李哈尔特发现小戏离开 虽然写信说明了原因 可比起陌生的父母 他才是少年想要留住的那里阳光 李哈尔特心不在焉地看着匆忙 过了很久才发现有人在 爱玲看出少年的闷闷不论 关心地询问他是不是紧张了 李哈尔特没回答 却指着这家伙问他是谁 为什么要一直跟着他 我是主人的狗狗 需要时刻在主人身边侍奉 不等子毛继续发问 直接汪汪叫了两声 以此表明自己的立场 李哈尔特看着没脸没皮的白毛 怀疑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顿感好笑的爱玲 希望两人可以做朋友 听着他们砍价式的伴侣 他感受到了一阵久违的轻松 只是不知道院长看到天价赔偿单 会不会后悔当初的心乱 爱玲在信中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并为他的自作主张道歉 当您看到这通信使 我们应该到柯林公爵府 此时一众仆人排列整齐 面带微笑地迎接着他们的小嘴 就在三人不知损措的时候 一名女仆上前领他们去会客室 几人在穿过漫长的走廊和数不尽的台阶 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爱玲觉察出紫毛的忐忾 于是上前握住他的手 故作轻松的安慰他没关系 这里所有的人都很喜欢你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任何事 得到安抚的李哈尔特 平复了不安的情绪 谢谢你小夕 随着大门质压一声 时隔多年的分离 终于要在这一刻团聚了吗 公爵大人少爷和少爷的朋友来了 男人克制住想要跑出去的冲动 只是轻声说着让他们进来吧 公爵大人您好 按照约定我把李哈尔特带过来 说完便让紫毛去跟父亲打个招呼 李哈尔特向前走了两步 缓缓摘下冬帽 露出一张与克林公爵一模一样的绝美容颜 伴随着耳尸的光芒 男人十分肯定这就是他寻找多年的孩子 情难自尽的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将李哈尔特紧紧搂在怀里 一遍遍呼喊着他的名字 想对怀里的少年述说着多年的思念与自责 最后都化作一句爸爸好想你 时来的深情比草剑 李哈尔特冷漠地推开公主 并让男人证明他是自己的父亲 怨恨他的抛弃让他被人肆意欺凌 不是他的三言两语就可以被原谅 公爵看着羽无伦刺到哽咽的儿子 心疼得像针扎似的难受 李哈尔特我的宝贝 我和你的母亲从未抛弃你 而是把你刻在心底 无时无刻不再思念 他愿亲近一生去寻找 指引你是我们唯一的孩子 不求你马上原谅罢了 但可以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好吗 就在柯林公爵想带儿子离开时 李哈尔特却一把抓住小夕的手让他一起 还说他想离开他也要跟着 公爵看着还没捂热的宝贝突然停 心里一万匹龙奔腾而过 男人危险的怒视面前碍眼的粉团子 似乎在说你敢惹哭我儿子我跟你没完 爱玲看懂了儿子努眼神里的警报 答应李哈尔特哪也不去 在下午茶的无限续杯中 公爵赶紧女孩找回了他的口 去去叨叨地说着这十年发生了什么 以及失去孩子的痛苦 最重要的是害他们父子分离多年的家伙 他都会一个一个揪出来 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报复 李哈尔特我的宝贝 你想知道的一切我也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李哈尔特抗拒公爵父亲的温情告白 却被男人帅气地抱着手段而深深蛰伏 爱玲被封批公爵吓得直冒冷汗 不由地怀疑自己千里送而这个决定是否正确 怎料李哈尔特对着男人小心翼翼的好声道 还让对方下次有这场面一定要叫他去 可以吗爸爸 乖儿子 帅爸爸 好儿子 好爸爸 就在爱玲快要被两人温馨的场面越到变身时 侍女前来提醒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公爵是一女不但少爷和白毛先去 她有时想和女孩单独聊聊 然而李哈尔特撒泼打滚地表示抗拒 还不依不饶地要拉小溪一起 宝贝我就和你朋友聊一会儿 你耐心等待一下先去好好吃饭好吗 目送儿子离开的男人 此时浑身散发着生人物尽的气息 随后礼貌且冷漠地询问爱玲有关李哈尔特所有的事情 得知自己的宝贝在孤儿院生 便猜出她身为魔法师的孩子定是饱受各种非议和排挤 身边没人保护 她可怜的孩儿一定过得很艰难吧 这一切都是爸爸的错 爱玲见她脸色阴沉的渴 估计是被自己毛补补偏了 开口继续说道 孤儿院的院长阿比温 她对李哈尔特悉心照顾教会她练剑和使用魔法 少年才能成长得这么优秀 原来是她 那算了吧 她刚还想着能不能把院长抓惯了 爱玲听完不禁松了口气 没想到她的一句话改变了孤儿院的命名 你想好要什么了吗 就是让我们父子团聚应得的酬劳 无论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 被馅饼砸晕的爱玲根本正没想过这个问题 她有自己的小金库但不能去 请求住这里感觉有点太过分 现金太重宝石也不太好付 灵光一闪的爱玲 提出自己想要一个豪华庄园 位置大约在离埃达姆家族不已 方便她观看原剧情的发展 公爵表示这不难 但一个兽人拥有自己的庄园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爱玲心里咯噔一下 连忙查看自己的尾巴有没有被藏好 看女孩惊慌的模样 解释到是因为她身上散发的魔力 一个没有主人的兽人是不受帝国法律保护 这也意味着你时刻都处于危险当中 最安全的方式便是回到你的族群 所以你的种族是什么 是蜥蜴 女孩的回答让她不紧 无论长相发色还是眸色 都与她接触的蜥蜴族完全不一样 公爵突然想到了什么 改口让她不用那么麻烦 只因她有一个更好的提议 随即大手一挥 一份用魔法书写的契约出现在女孩面前 你和李哈尔特成为兄妹子娘 爱玲接来文件仔细查看 上面衣食住行都给她安排得妥妥 作为条件便是陪伴子毛一起长大 你愿意成为柯林公爵斧的养女 帝国的另一边 一个身穿黑色斗篷的少年穿梭在人群中 手拿着张地图抱怨 这颗地方怎么这么难找 回去就让父皇把这里的道路好好规划一下 就在少年挨个排查的间隙 不小心送到了路里 随着兜帽的掉落 一位拥有红绑式毛子的金贵少年映入眼睛 即便她迅速拉起帽子遮挡 却还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注意到 男人猥琐地盯着少年远去的身影 口中喃喃着找到你 亲爱的宝宝们你知道她是谁吗 爱玲会答应柯林公爵的提议做紫毛的妹妹 她和白毛又会擦出怎样的活 还有她还能不能与自己的疯爹团聚 爱尔诺你快来 这里有人要跟你抢女儿了 面对两个幼稚鬼的争吵 爱玲摆烂地躺在床上不想理会 她已帮助紫毛找到了家人 现在就胜送男主回神殿了 然后取出银行里的巨骨 顺道将均衡碎片送还给大马 不过她偷东西的污名还在 万一又被当作小偷了怎么办 尽管自己不是疯爹的真女儿 但那些美好的回忆她不能忘 只因她内心渴望着那份不属于自己的爱 爱玲决定将碎片和信件一起寄过去 在这之前她得先去买点信纸 就在这时 李哈尔特的鬼扑狼嚎下了小夕一击 她愤怒指责白毛胡说八道 还说小夕你不愿意住我家 白毛脱口而出的少做梦 彻底激怒了紫毛 我以后和小夕还要结婚呢 躺枪的爱玲再也躺不住 气急败坏的紫毛完全不是男主的对手 爱玲受不了幼稚鬼的争吵默默下了床 就在两人吵得难解难分时 紫毛突然发现小夕不见了 这时两人才在大门发现要偷跑的女人 纷纷询问她要去哪 我头疼想去散步一回就回 李哈尔特说送餐的就快来了 主人想干嘛就干嘛别顶嘴 身为主人的狗狗 她想只有她才有资格跟随 不 你不想 本夕一直想一个人待会 说完便逃逝地离开了 另一边的柯林公爵吩咐 侍女给院长报个平安 她想正式邀请男人表达感谢 同时也对兽人女孩产生了好奇 这让她不由地想起 第一次与女孩见面时 她眼神中透露的坚毅与陈述 就让她当时惊诧不已 面对女孩的拒绝 还是坚持到这份收养协议永久有效 你想清楚后 随时可以来找我 或者你还想回到那个孤儿院 女孩听出男人对孤儿院的侵蚀 门声说不知道她如何看待 但对于很多孩子来说 那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 如果不是孤儿院 她也就不会遇见李哈尔特 女孩一脸认真地表述自己的想法 脸上透露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 无论她的样貌还是性格 都是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孩子 难道她也和我可怜的孩儿一样 若受人族出现了变种 要么是天使的代理人 要么就是恶魔的掌握 那与众不同的女孩 并是受到同族的排挤和父母的抛弃 离家出走遇到了李哈尔特 从此把孤儿院当作自己的家 这大概就是她那么成熟懂事的原因了 爱玲我一定会让你成为克林家族的养女 虽然比不上她的儿子 但也要让你成为一个优秀的孩子 不 是成为一个幸福的孩子 爱玲穿过长长的走驴 检查自己的尾巴有没有被藏好 整理一群戴好帽子 感受指尖传来的触碰 爱玲对院长的照顾充满了感激 她从克林公爵那里了解到 处于生长期的兽人 魔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 尽管有抖空的眼带 也逃不过魔法师的感知 她迫切需要找到控制魔力的方法 否则外出的她很容易被当成猎物 仿佛的爱玲还在思考公爵疯狂的提议 却被身后重物掉落的框档声惊喜 她捡起箱子询问道 你东西掉了需要我帮你拿吗 却不想男人疲惫地看了她一眼 客气地说了声谢心 便接过女孩手中的箱子亮相地走 善良的爱玲还在游泳 只因她步履盘山还带着一脸冷汗 眼见太阳熄醒 她还是抓紧时间去买东西 随后哒哒哒地向杂货店跑去 外面太危险 她要尽快赶在天黑之前回来 当女孩消失在人群中 来到城镇的女巫察觉到了一眼 尽管对方身穿魔力阻断斗 但地上掉落的粉色长发 表明这是一个力量强大 其十分稀有的兽力 吩咐下去 这个猎物她实在必须 否则你们就没有回去的必要 爱玲她又会遇到怎样的危险 她的疯癫还能收到她的信吗 以此思念的疯癫与女 却在意想不到的非时相遇 也许那时的她只要大喊一声爸爸 她就会从天而降用她入魂 并温柔安抚 有爸爸再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她 可小西亦知道对方很讨厌爬虫类 爸爸应该很失望吧 担心孩子安全的院长 马不停蹄地打到酒店 她从事从那里了解到一个大概 虽然女孩在通讯系里再三保证很好很安全 但她心里还是隐隐感到不安 就在这时柯林公爵送来的邀请信 才令她放下心去做自己的事 离开酒店的院长 乘坐马车匆匆赶往月牙的秘密基地 阿比温打量女孩留给她的信件 一个突然出现在孤儿院 连魔力都不懂收敛的西医兽人 自己纯净灵动用语也十分礼貌周正 显然是一个受过正式教育的孩子 可她为何会以兽人形态出现 还十分害怕提及有关父母的问题 她又是从哪得知李哈尔特的绅士级父母 车夫的吆喝让阿比温暂时抛开这些泥桶 只因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是在等她 男人戴上早已准备好的狼头面具 来到了月牙地下拍卖场 看似金碧辉煌的外表下 却藏着污秽不堪的黑暗交易 这里不仅有各种昂贵的珍宝 还有各处拐来的西有兽人 尤其是样貌绝佳 还长有耳朵和尾巴的兽人最受欢迎 拍卖场背后的势力明月宫会复可敌 就连皇帝都对其十分忌惮 而阿比温来这种目的 便是尽可能多地拯救一些被管的大人 核对玩入场券换来了可以交易的令人 男人在侍从的热情接待下 看到了一件最不可能出现的商品 院长整个人都愣在原地 女孩也是歪着脑袋一脸不忽 会察觉出一样的侍从还在一旁不停地推行 这是今天刚到的上等过 样貌美丽还是个变种西异兽人 既可以当作玩物观赏 也可以作为主毒圈兽 忽然的碎裂声打断了侍从的叠叠不朽 这就是你们月牙公会所谓的质量了 反应过来的侍从一边称赞院长握力惊愿 一边表示立马准备个新的令牌 等到男人走远 阿比温才转头看向女孩 我是院长还认得我不 你有没有是身体受伤了没 女孩一脸茫然地点点头 听好了爱玲 这次你绝对不可以乱跑了 只有这样我才能救你听明白了吗 女孩只是一个劲的点头 而此时侍从也从远处匆匆跑过来 她上去为院长介绍其他商品 听着两人走远的脚步声 爱玲心里难过得快要喘不上气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明明上一秒她买完兴致 开开心心地往家里冲 下一秒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就在拍卖场的牢笼里 还被刚打完视频的院长逮个正正 而这正是原著女主与皇子相识的地方 沙尔奈被绑到了这里碰巧被阿比温救下 逃走的时候顺带救下了病重的皇子 两人因此成为了好朋友 如今她莫名其妙地也被绑到这里 想起院长刚刚的嘱咐 她还是乖乖待在原地才是上上策 指引院长这次会救下所有的孩子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谩骂声 随着锁链的打开 一口的皇少年被人重重地扔进了脑笼 临走还不忘让他闭嘴小心你的舌头 嚣张的皇毛指着男人就是一顿输出 你们这些愚蠢的贱民 知不知道我是谁 等小爷我出去了定要把你们大谢罢快 该死的一群混蛋 这时的皇毛才注意到旁边的面秤 土包子你是在看我笑话吗 还不把头低下去 连最基本的礼仪都不会吗 急促的咳嗽并没有让皇毛停止输出 依旧喋喋不休的咒骂了 她让女孩好好表现 到时候可以发发善心带她一起出去 听着她更加剧烈的咳嗽声 爱玲犹豫着要不要上前给她拍拍 就在皇毛动得瑟瑟发抖 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 女孩用自己的抖篷盖在她身上 也许皇毛从未与人有过肢体接触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做什么动作 突然炸毛的少年对着女孩大喊大叫 你个狡猾的面团想对我做什么 我以为你这样做我就会接受 我已经有爱玲的女孩 爱玲看着这个狂妄自大的自恋狂 隐隐有种不祥的欲格 亮眼的金发和白皙的皮肤 左眼下方有一颗肋质 如血液般的鲜红毛子 还有经常咳血缠弱的身体 这不就是书中注定短命的 混混小皇子爱诺希吗 爱玲又会和她发生怎样的故事 他们又该如何逃出牢笼呢 长期得不到父母关爱的女孩 偶然得到天神的祝福 给了她一个穿越时空当女主的机会 却不知这是命运的又一次捉弄 混成悲惨路人甲就算了 还被人套麻袋绑到地下飞时拍卖 本以为在暗无天日的牢笼遇见了帅哥 谁知他竟是一个碎嘴的短命自恋狂 正在牢笼的爱玲却回忆起书中剧情 黄毛被阿比温和女主救出牢笼 但即便是这样 恶劣的环境导致黄毛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最终在一个寒冷的冬天 混混小皇子爱诺希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痛失爱子的皇帝 意外得知儿子患病竟是被人精心策划 故意安排病重的士兵接近所导致 皇帝大怒下令不惜一切代价 抓捕帝国所有反派的势力 专横的贵族到处带人 甚至污蔑举办庆典的平民式同伙 非人的压迫持续了进食 女主意识到帝国的混乱不堪 于是高举反革命的大气 带领陷入水深火热的民众接干气 看着女主这么中二的姿势 当时的她不知道有多么抓捕 明明是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淑女 怎么跑去打架 如果按照原著剧情的发展 皇帽现在已经得了怪病 难道我要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吗 不这绝对不行 即使她糟糕的性格也不至于小小年纪 而且最重要的是 她希望自己喜爱的女主可以幸运 为此爱玲决定冒着被喷成筛子的代价 就她 感受面团投来的炙热眼光 皇帽警告她别痴心妄想 只有高贵优雅的淑女才配得上她 爱玲瞅着这个不要脸的自恋 一脸不爽地纠正她 谁喜欢你呢 我可是有喜欢的对象 她比任何一个人都要美丽和尊严 正应有她的陪伴我才能忍受 从进入地狱般的人生 也许是被女孩喜欢的对象 黄毛第一次对对的说不出话 妥协式地点点头 表示会尊重物种多样性的爱 道歉我误会你 所以给你的机会快来拥抱我吧 此时的她浑身冷得就像是在冰窖里一样 也听不清对方在鼻咕什么 爱玲也注意到黄毛的一样 立马将身上的斗篷盖在她身上 想着两人就快要分开栏的解释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疲倦的黄毛顾不上环境的恶劣慢慢睡去 爱玲想到斗篷里的兴致 刚想偷偷地将她拿出来 却被对方一个暴击命中了要害 你鬼鬼祟祟地想要干嘛 爱玲委屈巴巴地扬了扬手上的兴致 她只是想写个信而已 这样啊 那也陪我一张吧 黄毛不管对方同不同意直接抢过来 一边吐槽纸张的廉价 一边勉为其难的真相 随即不再理会女孩开始构思自己的小作物 什么骂这人真难伺候 爱玲不满地在身后嘟囔着 黄毛虽然狂妄 但她深知自己的身体 每呼吸一次都感觉病情在恶化 或许这将是她写的最后一封信了吗 想起自己心爱的女孩 脸上浮现出少有的温柔 而另一边 李哈尔特发现小戏很晚都还没回来 哭闹着要父亲把人找出来 克林公爵看着伤心哭泣的儿子 表示无论如何爸爸都会找到女孩 只是他到底跑哪里去了 身为狗狗的白毛也在为主人默默祈祷 虔诚的跪拜希望可以得到天神大人的提示 主人你到底去了哪里 他们谁会先找到爱玲呢 黄毛又是否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你相信光吗 如果有幸遇见了传说中的天使 你会想要许个什么愿望吗 爱玲的失踪牵动了所有主角的心 而此时的她拿出紫毛和男主送给她的碎片 恰好完美地拼合在一起 女孩毫不犹豫地将她塞入信封 决定出去之后就邮寄给爸爸 但随着这封信的寄出 爱玲无语地拿出里面信看了起来 亲爱的莉莉安小姐 从现在起你别再躲着我 毕竟整个帝国都找不出像她这么帅气又有魅力的人 以后我都会在你身后默默关注你 是不是有被她动人的财情所倾斗 黄毛一脸等着被夸的傲娇模样 却被女孩吐槽写得就像老婆过得裹脚 不仅没有感动 反而更像一个自恋的跟踪国 她有那么差劲吗 爱玲没有理会备受打击的黄毛 反而对莉莉安这个名字很好奇 很熟悉但就是想不起来 她的记忆就像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操控 有的信息她记得很清楚 可有的却怎么都记不起来 你想说的话真的只有这些了吗 这是写给心爱之人 不应该带着真心去写吗 黄毛落寞地表示自己做不到 即便很喜欢 可她的身体还能维持多久 突然一阵猛烈的咳嗽声响起 爱玲看到她如嘴的手渗出了大量心血 愈发剧烈的咳嗽让她立实荒了神 这该怎么办才好呢 女孩扑到门口大声呼救 然而除了她的声音 再也听不到任何其他回应 该死的混蛋关键的时候都跑哪去了 黄毛痛苦地误咽着 爱玲安抚她马上就会有人来救我们 但男孩糟糕的情况似乎撑不了太久 有心无力的女孩不知道要怎么做 只能默默地陪在身边 希望她能再多坚持一回 拜托了 随便是谁 随便是谁都好 求求你让我们现在从这里出去吧 这个世间真的会有什么 可不可以求求你救救她 就在爱玲感到绝望之际 一道耀眼的金光自空中亮起 男主宛如天使一般出现在女孩面前 不可置信的爱玲睁着大大的毛子 好美啊 她想天使大概也就长这样了 而另一边 明月拍卖会也在喧闹中正式拉开了序幕 此时一个熟悉的身影缓缓进入会场 路过丑陋面具男的身边一把揪起他的衣领 然后随意地扔在过道中间 男人骂骂咧咧地喊了护卫 快把那个疯子拖出去 但等他看清那人戴着赤龙面具 才意识到那是埃达姆家族的人 闻声赶来的护卫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有人在会场捣乱 男人连忙解释是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脚 艾尔诺丝毫不关心旁边的闹剧 只是一脸阴沉地盯着拍卖场的商品 艾琳我的宝贝女人 你会在这里吗 不管你在哪里爸爸都会找到你 疯爹会如愿地见到自己的女人吗 白毛又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艾琳面前 难道她的身份不仅仅是大神观还有其他神话 有没有那么一个人 即使你躲进世界的某个角落 她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并且拥抱 陷入昏迷的皇子 想起与心爱之人相识订婚的快乐时光 父亲带她来到一幅画像前 女孩丽丽安是德意家族的女儿 不仅样貌绝美能力也十分出众 而她也将会成为你以后的妻子 尽管清楚自己糟糕的身体撑不了太久 却也不想违背父亲的气盘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订婚的那天 艾诺丝看着低头向她缓缓走来的女儿 仪式在众人的祝福中开始 皇子接过花童帝来的赞紧 心里想的确实该如何破坏这场婚礼 她还是觉得自己不应该耽误女孩的未来 神父这时也让新娘抬起了头 对方美丽的模样就像一副精致的画卷 艾诺丝的心在刹那间被深深吸引 她的目光被牢牢锁定 无法从那张令人心醉的脸上一开 等她反应过来是婚约已成定局 但为了对方的幸福 她决定女孩过生日不奉励 不给她好吃的也不给她喉咙 这样她就不会因为自己的离开而伤心难过了 如果她可以活下去该多好了 梦里的不甘让她逐渐恢复了意识 怎料耳边突然想起了陌生人的低音 清醒过来的她竟在一个不认识的脑海背上 随意发现吓得她赶紧推开了对方 你是谁 竟敢随意触碰我尊贵的身体 艾琳连忙阻止 祖宗为你小点声 刚刚你昏迷晕倒了还是她救了你 虽然这一切有点突然 但请暂时的相信她一下好了 不乐意的黄毛剑没有更好的选择 也只能先这样 此时外面想起了新生的拍卖声 三人意识到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便打算偷偷地从后门溜出去 经过后台 听到主持人介绍此次拍卖品 有一名金发红毛的上等品 听到那个野蛮人用品种来形容她 黄毛恶狠狠地计划着 等出去后再来收拾这群混蛋 紧接着又开始介绍起一只粉色的上等蜥蜴 受人化的样貌绝佳 还长有一头粉丝的长发 文言的艾尔诺起身四处张望 女儿 是女儿 冷静下来的男人为了避免艾琳再次受到伤害 极力克制想要毁灭这个 赶伤害她女儿的地方 而躲在后台的女孩也注意到了男人 艾琳一脸的不可置信 怎么会 这不会是真的 原住中她的爸爸从没有来过这种地方 就在这时 白毛像还没跟上的主人招了招手 示意她过来的时候要小心一些 艾琳只能暂时按下心中的空 对不起爸爸请允许我再多看你 艾琳真的好想你啊 终于三人气喘吁吁地逃到一处森林 黄毛更是累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就算是被对面的小屁孩所救 但她的身份还是很可疑的 主人您吓坏了吗 都怪我没能早点找到你 被无视的黄毛顿时不爽 你是谁 为什么要跟面团说这种奇怪的话 文言的男主并没有生气 反而认真地介绍起自己 解释说自她是听到主人的召唤 遵从内心来到了这里 黄毛听完觉得她就是个说大话的小屁孩 此时的艾琳希望白毛再进一次拍卖场 将她手里的两封信 分别给戴赤龙面具和狼头面具的人 男主看着手里的两封信表示没问题 只是主人您可以抱抱我 您的拥抱会给我带来无穷的力量 迟一片刻的艾琳将面前的男主紧紧抱怒 长时间的委屈突然在这一刻释怀 她想自己是幸运的吗 谢谢你我的天使 白毛看见你还露出来的我 主人也许您不是西医哦 就在艾琳想要继续询问原因 男主却恋恋不舍地抽身离开 并释放魔力做了一个保护照 临走之前告诉他们只要不出圈 不发出很大的声音就不会被发现 主人您一定要乖乖地待在这里 我会尽快回来的 说吧 白毛的身影便消失不见了 艾琳还在思考男主刚刚话里的意思 如果他不是西医又会是什么呢 亲爱的宝宝们 你知道艾琳的真身是什么吗 不善表达的人总是会被丢下吗 彼此思念的疯爹与女儿 因误会不敢相认 最终又因执着与爱紧紧相拥 作为商品的艾琳和黄毛一起出逃 被明月公会派出大量的护卫四处寻找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尽管有保护照的遮掩 艾琳仍紧张地屏住呼吸 直到他们走远了才敢放松下来 艾琳注意到黄毛强忍住咳嗽 关心地询问你还好吗 怎料黄毛不悦地看着他 你明知道我尊贵的身份 为什么还不对我使用尽力 不想节外生枝的女孩低声说了句对不起 顿感无趣的黄毛拿出自己写的信 下一秒便将他撕得粉碎 艾琳大惊 不明白少年为什么这样做 这不是写给你未婚妻的信吗 看着地上散落的碎纸片 皇子说他改变心意了 与其这样敷衍地给心爱之人写信 还不如悄悄地离去 也许这样能让他更快地忘记自己 艾琳不明白 明明深爱着对方却为什么又想离开 不应该更多地传递信任与爱 这样彼此才会更亲近不是吗 少年抬头看向天空 落寞地告诉女孩 她已经等不到今年的冬天了 即便喜欢也没有多余的时间陪伴 一直以来父亲都不愿放弃 为她收集珍贵的药材 请来最好的医生为她续命 如今她的身体已经到达极限 她又如何给予心爱之人一个光明的未来 这煽情的话让艾琳一整个人愣住 内心陷入挣扎的她 突然上前捏住黄毛的肩膀 黄子殿下您听好了 等您回去之后就去埃达姆家族找她 让她给您去除药 虽然您身上还有其他病症 但这药剂可以彻底治愈您的抑制 黄毛惊讶眼前的面团居然认识埃达姆家族的人 艾琳不满她给自己取的外号 告诉黄子她叫艾琳 请以后叫我的名字哦 你这奇怪的面团总是说些摸不着头脑的话 怎料黄毛又开始剧烈投资 不管艾琳怎么啊都得不到怀子 而少年的咳嗽声也惊动了 在那里我听到有声音从那边传来 怎么办怎么办 黄毛的咳嗽声根本止不住 如果被重新抓回去一定会被立即拍卖 艾琳紧闭双眼在心里呼喊男主 不料白毛竟真的出现在她眼前 还用魔法暂时缓解了黄子的病痛 没有任何发现的护卫 骂骂咧咧地又去了其他地理 躺不住的少年扑通一声晕了过去 男主的魔法对她失去了笑容 只能尽早地离开这里 此时艾琳提议白毛带她先走 不行 我绝不能再让主人陷入危险当中 黄子的病情只有去皇城才能得到救治 拜托了 艾琳觉得自己跟着指挥爱事 白毛试图说服主 却遭不住女孩的一再坚持 主人眼里透露出来的坚硬 也只能让她妥协式地照办 随后扛起昏迷的黄子 嘱咐艾琳一定要等她回来 便再次消失在夜空中 两人的离开让四周变得诡异 感到后怕的艾琳顾不上剧情的混乱 单纯希望大家都能有个幸福的结局 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一阵沙沙的声音 是月牙公会的人吗 艾琳紧捂着嘴巴不停地安慰自己没关系 只要不发出声音待在原地就好 待她看清来人的模样 瞬间惊得忘记了呼吸 金黄色的瞳孔暗夜星辰般的黑发 是爸爸 可男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害怕再次吓跑女儿的艾尔诺 轻轻地问了一句 艾琳 我的女儿 是你在那里吗 艾琳终于和爸爸相见了 可看不见的隔阂让她十分抗拒 回想自己努力讨好所有人的样子 即便被迫与封批公爵完妇女情深的戏目 可身份暴露换来的竟是辱骂和欺凌 为求生存断尾逃跑的蜥蚁幼崽 再一次被命运捉弄得伤痕累累 在疯爹第一次暴走时 他不顾男人将自己脖梗高高举起 刺激一口咬在艾尔诺的手上 趁对方吃痛之际 艾琳将准备好的果实一把塞进她的嘴里 她忘不了自己扔掉财宝的决心 尽管跳起来没有树膏 还被尖刺滑得满身伤痕 地上掉落的果实与财宝 是她对父亲无法言说的爱 只因封爹是唯一一个送她礼物的人 毕竟那是受宠的孩子才能拥有 温馨相处的方式 让艾琳习惯起床就有爸爸守在她身旁 在那比阳光还灿烂的笑颜下 吃着奢侈又美味的营养早餐 但她为什么非要亲自喂我们 不仅如此 爸爸温柔的抚摸 让她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爸爸就像是那只小猫 幼稚地烧掉了玩具店里所有玩偶 只为和她相似的玩偶只属于我的女 尽管两人相处看似完美 但熟知剧情的艾琳 早已厌烦这种虚假的爱 公爵只想扮演顾家温柔的女人 那她就假装配合做一个听话乖女 安静等着被赶出去的那天吧 她只需要等到游戏结束乖乖退场 艾琳时刻提醒自己 不期待就不会受伤 深埋的脸颊却出卖她有多贪恋这片刻的温暖 殊不知艾尔诺早已在相处中沦陷 女儿无助哭泣直至消失的画面 让疯批公爵彻底疯了 她杀了陷害者的侍应 可这还没完 男人还想在现场大开杀戒 看出一样的老爷子连忙阻止 那孩子只是个爬虫类兽人 他有可能不是埃达姆家族的血脉 被激怒的艾尔诺将剑致死 却被老爷子用钢笔挡住 不管怎样他都是我的孩子 说完便准备离家寻找 可狂暴化已导致男人身体达到极限 即便如此他依旧满不在乎 希望在暴走前 您能尽快把女儿带到我面前 不仅如此 艾尔诺也在各处不断打听有关女人的消息 当一次次期待都被失望所取的 男人开始对一切事物都莫不关心 只剩寻找女儿的执念还在支撑他 此时窗外传来喊爸爸的声音 艾尔诺立马冲过去看是不是女儿回来 然而外面温馨的画面 却在一次深深地刺痛他 女儿爸爸好想你 你快回来吧 就在男人头痛欲裂的时候 管家进来了 听说您昨天找到了 他是否有抑制狂暴化的效果 即便有均衡碎片的压制 艾尔诺周围仍散发着令人心悸的狂躁气息 自艾玲小姐失踪后 少主的头疼就一直没好过 耐心安慰男人的管家 却被一旁掉落的VIP入场却吸引 少爷这是要去明月公会呢 不出意外的最后一次找不到就放弃 这句话他都不知道听了多少次 管家心里十分清楚少主对女孩的重视 时常一个人跑到艾玲小姐的房间 甚至将老虎玩具放在自己与妻子的合照下 时间很快来到月牙拍卖的那天 怎料艾尔诺刚坐下 就听见主持人介绍一头拥有粉色长发的兽人西 文言的男人一把提起护卫的驳狗 威胁他立刻带自己去见那孩子 等到众人到达目的地时 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牢笼 护卫意识到商品逃跑的严重性 纷纷开始互相推卸责任 艾尔诺发现地上掉落的粉色长发 熟悉的气息让他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目击的公爵察觉周围还有人 原来你就是戴赤龙面具的人 你好初次见面受人所托有封信给你 不管对方是敌是友的艾尔诺 去请魔力就想往人身上扔 待看清信封上的属于 散去魔力的公爵想询问有关艾玲的情况 白毛竟迫不及待地消失在园底 男人打开手中的信件 里面写有道歉和疫病的药方 甚至怕他误会而小心翼翼地解释 艾尔诺紧紧捏住手中的信 女儿如果你真的想离开吧 就不该让我看到你极力隐藏的眷恋 就在这时 周围还未消散的魔力似乎在指引艾尔诺前去寻找 风爹感受到他的女儿就在附近 寻着魔力的痕迹 艾尔诺很快找到躲在能量罩里的女儿 艾玲我的女儿 是你在那里吗 女孩死死捂住嘴巴 害怕因自己一个呼吸就会引来男人 她会被公爵抓回去当小偷主 关键时刻她居然用喷嚏倒破了瓶颈 完蛋了完蛋了 怎料下一秒男人便担心跪在他面前 女孩顿时被吓得瑟瑟发抖 试图用帽子将自己掩藏 艾玲你睁眼看我 不要害怕爸爸好了 难道你现在已经厌烦我 还记得你第一次喊爸爸的时候 你说过要做我的女儿 所以现在我们还是家人对吗 艾玲 是爸爸做了什么伤害你的事情呢 文言的女孩急忙摇摇头 那就回到爸爸身边来哄 被温柔击中的艾玲 转头看向对自己伸过来的时候 公爵似乎没有责怪自己的意思 可她真的能拥有爸爸的爱呢 眼前的这一幕好熟悉啊 这让她想起自己被冤枉爬上柱子的时候 爸爸也是这样向她伸出了手 原来当时并不是嫌弃 而是希望自己可以信任她 艾玲望着与书中完全不同的黑龙公主 我真的可以相信这一切吗 蜥蚁幼崽会抛弃自己的认知 接受疯跌的爱呢 近一点再近一点 只要将自己的手再递出去一点 就可以重新得到爸爸的关心与爱 即便是假的也没关系吧 然而在放上去的最后一刻 小蜥蜴退缩了 此时此刻的女孩回想起过往的种种 她现在回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艾尔诺看着落寞的女儿 伤心地叙说着女孩离开后的担心 爸爸希望你有任何烦恼都可以对她惊喜 怎料爱玲的回答让她愣了神 这只是您的一个游戏吧 等到厌倦的那一天 我还是得离开吧不是吗 您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心 为我吃着美味的布丁 在众人逼问我时将我不在怀疑 给我数不完的零花钱 最重要的是给了她一个受宠孩子才有的玩具 那是她人生中唯一一段体验被爱着的快乐时光 尽管很幸福 可在美的梦也有破碎的那一天 与其将来痛苦 不如现在就这样结束吧 因为她真的再也承受不起被亲人抛弃的痛苦 不期待就不会受伤 艾尔诺没想到女儿一直都知道 开口解释一开始是把她当成游戏 但直到那次 所有人都疯狂逃离狂暴化的自己 只有你不顾一切地向我跑来并解救了我 从那一刻起 我已经真正地把你当成了我的女儿 我是恶心地爬虫类兽人 难道您不讨厌吗 并没有 艾玲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可爱的 爸爸不在乎你什么身份 当初在宴会上暴怒是因为那是你伤害了 这不是你的错 要怪就怪我不是一个能让你信任的爸爸 我还有很多不能说的秘密 没关系 无论你以后想要做什么爸爸都支持你 艾玲爸爸也想告诉你一个秘密 其实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你的真身了 此时此刻的艾玲感受到爸爸无条件的爱 摇摆不定的心也终于平静下来 爸爸我想家了 可以带我回家吗 突然被幸福砸晕的艾尔诺 喜悦涌进了她的心中 当然可以 然后不顾女孩的惊讶一把将她抱进怀里 宝贝女儿爸爸这就带你回家 长时间紧绷的艾玲终于在爸爸温暖的怀抱中沉沉睡去 怎料下一秒艾尔诺召来泰雷 她不会放过伤害女儿的 领命的尹未来去无声 小夕一熟睡时依旧紧拽着爸爸的衣服 艾尔诺温柔地紧了紧怀中的女孩 艾玲我们回家了 天上一轮明月散发着柔和的光芒 默默为女孩点亮回家的路 另一边 泰雷姆向同伴传达了艾尔诺的命名 秀出兽人 毁掉明月拍卖场 因为惊讶少主居然会给他们下达任务 毕竟艾尔诺十分抗拒公爵之位 对他们更是置之不如 这次启用他们的消息 相信家主大人听到一定会很高兴 修士们展现实力的机会道 泰雷姆将这一切都归功于艾玲小姐 拥有这样的首领家族会更加强盛吧 但为什么他总觉得有点不安 很快他们便来到了 富丽堂皇的明月拍卖场 因没有入场劝被拦在门外 对方还嚣张地让气滚人的 但迎来的只是一声惨战 少主有力 除兽人以外所有东西一律轻一点 最好连一丝灰尘都不要留下 不久后血腥和惨叫声充斥着整个会场 此时送完信匆匆返回原地的白毛 看着空无一人的大树 慌慌张张地四处寻找 周围没有逃跑的痕迹 是有人将他带走的 就在这时 明月公会的护卫发现四处张望的男主 小鬼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玩 带男人看清男孩的长相时 顿时猥琐地夸赞男主长得真俊情 看你穿的单薄一定是迷路了 跟叔叔走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鲁西里温厌恶地看着面前的男人 命令他跪下 不明所以的护卫正想嘲笑男孩的不自量 下一秒却不受控制的跪倒在地 神会给信徒悔改的时间 而你的余生也将会在忏悔中度 伴随着一道耀眼的光芒 鲁西里温巧然消失在原地 而男人也会为自己的过错付出应有的代价 黑黑傻笑的他 随后颤颤巍巍地向着森林深处走去 口中还闹闹着无措 爱玲和爸爸的重归与好 后续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白毛和紫毛又该何去何从 爱玲才找到疼爱自己的爸爸 却莫名被拉回了现实世界 睡了三年的蜥蜴又载他终于醒来了 梦里的他被困在无尽的黑暗之中 只能听见四周不断传来的争吵声 就因他是女孩 父亲的无视母亲的冷眼旁观 就连年幼的弟弟都能对他肆意欺负 尽管他优秀地能用奖学金养活自己 然而女孩无论如何努力讨好家人 永远都得不到他们的重视 甚至嫌弃他用奖学金买来的东西太廉价 一家人就连探望奶奶也不愿带上女孩 扬言这些事与他无关 还让他提着自己的东西赶紧滚回自己的宿舍 如今这熟悉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嫌弃 埋怨他躺在医院浪费家里的钱 可他不是才得到爸爸的认可要做彼此幸福的家人吗 内心喷涌的悲伤让他微微睁开了眼 爱玲从医生对话中了解到 他现在是个沉浸在梦中不愿醒来的植物人 对于外界的任何刺激都没有反应 嚣张的弟弟怒斥医生胡说八道 他顽强的就像只打不死的小乔 赶紧让他醒过来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 冷漠的家人让他挣扎着想要逃离 即便那是自己的难科一梦也不后 只因他和爸爸约定过要做彼此的家人 我要我要回家 生生泥囊化作震耳欲容的呐喊 叫醒了不愿醒来的爱玲 卡兰和希丽安盯着他看了许久 爱玲你醒来了吗 口渴吗要不要喝水 身体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分不清现实与梦境的女孩本能的喊了声哥哥 不料把卡兰激动的泪湿了眼眶 爱玲听着两人叙叙叨叨诉说最近发生的事 得知自己已经昏睡了近半个月 吓得女孩赶紧坐起了身 不可置信地念叨着她怎么可以睡那么久 然后逮着身边的人问一兵蔓延的情况 虚虫药有没有送到皇子殿下手里 沙尔奈呢 还有李哈尔特和鲁西里温他们都还好 爱玲急切激动的模样下了希丽安盯条 你冷静一点 我会把知道的都告诉你 自女孩消失后家里气氛就变得怪怪的 家主大人总是一副懊恼的模样 就连爸爸也是凶神恶煞见人就想看 至于沙尔那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 似乎在缝制什么东西 然而两位哥哥突然的道歉 让正在喝水的爱玲愣了 你被马依拉陷害的事已经查清楚了 我们帮你狠狠处罚了她 卡兰各位没能当到你而感到愧疚 但在收到你的来信之后 便开始专注研究解毒剂 为此熬了好几个痛削呢 红毛文言得意地勾了勾嘴角 顺势傲娇地炫耀起自己研究的成果 爱玲的请求我怎么会拒绝呢 一病来得突然蔓延的也十分迅速 而卡兰在研制出治疗的药剂后 趁着各地宣传的同事都分发了下去 皇室那边差不多也给了近两百片 尽管一病没有被完全消灭 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而这一切都是爱玲你的功劳 是你救了我们所有人 文言女孩直直无无地说不出一句话 只因这一切都是在书中看到的 她只是窃取了卡兰和女主的研究成果吧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知道那些药材的 不想暴露知晓全书剧情的爱玲呆呆地看着前方 愿有两人无脑地夸奖和追问 只是一昧的低头默不作声 爱玲以你的聪明才智将会让医药界实现质的飞跃 求求你来告诉我们好不好 面对两人热情高涨的求知欲 大脑空白一片的女孩即将坦白真相之事 却被爱尔诺的突然出现所打断 男人的关心暂时拉回了她的思绪 却也让女孩陷入了更深的自责 她拒绝了爸爸的关心与头位 自顾自地说着抱歉并表示还想再多休息 男人敏锐察觉三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可她没多问 反而温柔地捏了捏女孩的小手 爱玲你是我的女儿 不管你以后想做什么 爸爸都会坚定地站在你身边 所以不必对她说抱歉的话 这煽情的话让爱玲一整个人愣走 原来爸爸正爱的 此时艾尔诺催促两个儿子赶紧走 然而卡兰无赖般地停留 直接收到父亲一记凶狠的眼睹 随后被弟弟希丽安连拖带拽地请出了门 作为无主的受人 在帝国几乎是不受法律保护 而贵族想要收养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则需要皇家的同意 为了保护女儿的安全 她需要去一趟皇城 尽快拿到领养的钱 届时爸爸会为你举办一场宴会 她计划当着众人的面子和一个惊喜 此时调皮的卡兰探出了小脑袋 她告诉爱玲自己会一直待在房间 要是觉得无聊可以来找她玩吗 女孩无语地跟大家挥手送回 直到三人走远了才如是重负地倒在床上 回想起爸爸说要送她礼 玲玲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无耻切取的 像她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收礼物 殊不知爸爸口中的这份大礼 竟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真本 亲爱的宝宝你知道她是什么吗 眼前所拥有的一切 又是否是她不愿醒来的梦 即便是爱玲的男科医梦 她也会带着周末愉快的祝福 等待大家 阳光照耀下的皇城显得格外雄伟和庄严 风批公爵悠悠地穿过长廊 来到她此行的目的地 随着惠客厅的大门打开 溢入眼帘的是一个身穿华服 正在品绿茶的男人 随着杯中液体的晃动 男人开始了她的茶言茶语 埃达姆家主 哦 不不不应该是埃达姆少家主 不知道你着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不为所动的艾尔摩 丝毫不在意男人拙劣的表演 反而露出迷死人不偿命的灿烂笑容 陛下宁虽贵为帝国最伟大的太阳 但终有日落西山的时候 我劝你可别老糊涂了 男人不得已解释 我没有挖苦你的意思 他的儿子艾诺西刚遭遇绑架 随之而来的疫病又在帝国大规模报 这一切把他忙得晕头转型 这还多亏你们研制的蛆虫药 不仅救了他儿子 挽回了帝国无数人的生命 还顺手帮他灭了明月拍卖场 所以扫尾的脏活就交给皇室来处理 埃尔诺被没脸没皮的皇帝斗想 陛下这是想要独占所有的功劳吗 不愧是帝国最伟大的君主 淡定喝茶的男人 丝毫不理会对方的冷淘热 表示不会白要你的功劳 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 怎料下一秒一份文件 巧然落在他的面前 我想收养这孩子 请您尽快通过所有手续作为补偿吧 然而照片上的粉毛团子 看着有点眼熟 随后使用魔法取来文件仔细查看 好奇贵族最近流行圈养蜥蜥兽人了吗 因为他前两天才收到过一份 相同的领养申请 这话在埃尔诺听来 充满了挑衅的意味 警告男人别试图惹怒他 等一下您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虽然很想帮助你 但这个名叫爱玲的蜥兽人 前两天已经被柯林公爵收养了 文言艾尔诺气得清净暴起 那个疯子竟敢跟他抢女儿 不嫌失大的皇帝 拿出女孩被领养的父母 很遗憾 暴怒的艾尔诺使用魔法 毁掉了那份令他生厌的文件 爱玲柯林 如果没有这个讨厌的柯林 是不是就没人跟他抢女儿 另一边 奢华的公爵府内响起敲门声 自爱玲小姐失忽 少爷就一直将自己关在房间不吃不喝 突然身后传来的脚步声 将侍女吓了一听 打扰了我是来见李哈尔特的阿比温 面对帅气院长的询问 侍女无奈地叹了口气 少爷就在里面 但他现在拒绝见任何人 阿比温表示 不能将爱玲的消息 带给他儿子和女儿 既然如此我就先走 此时警闭的房门悄然打开 院长你想要跟我说什么 你的是爱玲都在信里告诉我 李哈尔特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 尽管小夕的失踪 让人十分担心 但你不吃不喝 伤害自己的身体 我相信爱玲看到你这样 也会不开心的 文言的李哈尔特 表示自己只想听 有关小夕的消息 少年的偏执 让院长很是无奈 抱歉我也正在四处寻找他 说吧从袋子里 掏出一只网偶 这是他和小夕 第一次遇见时的那只小狼 李哈尔特 接过院长递来的网偶 本打算将他还给爱玲 但此时的我更希望 他们安慰到 子毛轻轻地将他抱在怀里 对着老虎再三保证 自己会好好吃饭睡觉 并开心地告诉院长 小夕现在是他的妹 口渴的院长刚抿了一小口 就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惊得一口热茶喷的老女 你俩到底瞒着我 做了多少事情 少年得意地举起 玩偶自顾自地说 小夕是我的家人了 这下谁也不能将他 从我身边抢走 李哈尔特会如愿 成为女孩的哥哥吗 埃尔诺和克林公爵 又会发生怎样 惊心动魄的碰撞 细幼崽逆袭成为团宠 两位爸爸进风抢一个塔 如果领养女儿的克林老贼 消失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皇帝看着被焚毁的文件 知道自己玩笑开过头了 急忙解释克林 是因为感激爱玲帮他找回儿子 所以提出收养女孩作为报答 别废话克林老贼现在在哪 癫狂的埃尔诺 只想清理一切阻挡他的障碍 男人看出风龙的不对劲 劝解你也是另外两个孩子的父亲 不该为他们考虑一下吗 即便你再喜欢这个兽人 但在这之前 我希望你能先做个好爸爸 而这也让埃尔诺陷入了痛苦的回忆 他想起妻子临终前对他说的话 希望他能做一个 让孩子喜欢的好吧 恢复理智的埃尔诺 掐灭了还在燃烧的火焰 即便如此他也不打算放弃 皇帝倾可两声继续说道 克林家的少爷非常喜欢女孩 一直都是将他当作亲妹妹一般的 他们对女孩也没有任何要求 想着这是件好事就批准了 见疯子又要开始发病 皇帝提议如果你能让他们放弃林养 我倒是可以重新审批一次 沉思片刻的埃尔诺 接受了对方的提议 文言男人心里不惊松了口气 不管怎么说 你能理解我真的太好 只要你们协商好 我一定给你几块半斗 殊不知埃尔诺并不打算找对方沟通 他觉得申请人不在了一样 可以重新审批 我亲爱的皇帝陛下 你觉得我想的对吗 说完便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向皇帝礼貌告白 看疯子离去的潇洒背影 皇帝顿时有些后悔 给他提的建议 另一边 沙尔奈突然发狂一样的向前冲 相似看到了什么令他失了志的宝贝 紧接着传来扑通的倒闭声 你能平安回来真的太好 在沙尔奈怨念滔天的吐槽中得知 舅舅经常发脾气动不动就训 两位表哥也很奇怪 一个将自己关在研究室里 经常发出阴险的怪兴 另一个狂妄的家伙 则喜欢拿把破剑到处找人 只有看到你 我才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正常人 你不许再离开我了知道吗 爱玲疑惑女主是在说卡兰和希利安吗 可他们这事不应该是 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了吗 沙尔奈抱着妹妹 希望她能和自己一起散散 在这之前 她得先去治疗旁暴化的服务 临走时约定两人下午不见不散 然而爱玲好不容易送走了姐姐沙尔奈 却迎来了更难对付的人 突然背后有人喊了声小毛球 女孩一副身无可恋的模样 转头看向来人 家主凶神恶煞地质问爱玲 你尽敢不回答我的问题就那样跑 没偷东西就该说说 离家那么久了也不知道早点回家 爱玲垂着脑袋默默承受 家主的狂松乱战 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老爷子的问题 想起离家前不问缘由的赤子 女孩害怕地拽着裙子 表示自己不是故意惹您生气的 家主大人对不起 越说越委屈的爱玲直接哭出了声 小毛球你哭什么 管家无语拿出自己的手 细心替女孩擦拭眼角的泪珠 家主大人只是不善表达 其实他心里非常担心 闻言老爷子像只炸毛的小老虎 凶巴巴地让管家闭嘴 别怕家主大人这是被说中心事害羞了 小毛球这算什么心事 他的意思是自您离家出走就没睡过好觉 跟个安纯蛋一样的有什么好担心 家主大人在夸您可爱 恼羞成怒的老爷子 抢过手怕怒斥凯罗你这家伙够了 此情此景让爱玲见到了老爷子可爱的一面 心里的委屈也在两人吵闹中消散 爱玲笑得眼泪都出来 见状两人也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爱玲止不住的笑声也让老爷子失了面子 你这狡猾的小毛球竟敢嘲笑我 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就此一团蓝色火球突然向他袭来 火球在离他不远处的地方炸开 三人疑惑地看向门口 爱玲诺捏着叙事待发的魔法火液 丁森森地质问老爷子 您是想把我的女儿怎样 克林公爵会如愿放弃对爱玲的抚养权吗 两位封批爸爸他们之间 又会发生怎样精彩的故事 你压得什么时候变狗 大晚上的没事就来我家 你是有什么大病吗 爱玲诺捏着魔法愤怒地质问老爷子 您打算对我的女儿做什么 老爷子顿时被气得血压飙升 怒斥你这混账玩意搁这玩意扔垃圾呢 爱玲诺无视她的肯定 一把将爱玲抱在怀里 关切地询问她有没有被这疯子伤了 听此老爷子彻底疯了 全家都疯了 她真是倒了八辈子血泥 才有这么个不孝子 眼看着一家老小又想拆家 管家赶紧让少爷计算下补强的废人 同时提醒家主大人两人之间的约定 文言老爷子憋屈的 喊停了正要出门的两个 他咳了半天 却始终没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在管家连声催促下 才磕磕巴巴地为之前的严厉问责道歉 老爷子明知女孩不是小偷 当时只是想确认女孩兽人的身份 而这也让爱尔诺记起女儿被人断了 绝望落泪直至消失的画面 他嘲讽家主大人当真好威风 爱玲担心两人会打起来 解释自己不该隐瞒兽人的身份 让他们担心 尽管毛球的乖巧懂事 让老爷子感到欣慰 但女孩是兽人这事还没完 眼看气氛开始变得紧张 老爷子急忙解释 他没有指责而是想做一个厌亲一事 让他正式成为埃达姆家族的一员 管家见状麻溜地做起了翻译 只是走个形势而已 不论如何 他都是家主大人最疼爱的孙女 管家善解人意的翻译 让老爷子直呼漂亮 爱玲谢谢爷爷 表示会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龙的传人 嘴见的老爷子忍不住称赞他是个狡猾的毛球 家主大人说您懂事他很喜欢 算了算了我累了 懒得和你们说 临走之前他让毛球做好学习的准 毕竟优秀就代表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学者爱玲表示大话说过头了心好累 想得自己还小 一加一还是没问题的吧 只要堆积如山的课本直接让他好家伙 然而一旁发霉的爱尔诺 凡尔赛说这些课本他三天就能学会 看出女儿的闷闷不乐 他连忙安慰他没关系 学多少算多少 如果不想学 咱们去找家主商量 喜欢阿里的宝宝们 咱笑起来那必须都跟爱尔诺一样帅 黑黑就问大家觉得阿里帅不帅 也许是受到学霸父亲的感化 爱玲觉得自己又行 他可爱的模样 让疯爹忍不住和他贴贴 随后依依不舍地说完点再来谈课 下定决心的爱玲 偷偷在父亲脸上轻轻印下一动 爸爸谢谢你 说完还不忘用小手笔的爱情 爱玲的亲吻让他愣住 然而刚刚还笑出纯真的爱尔诺 下一秒便闪出房间 对着墙壁指出框框两拳 侍女看着莫名抽风的少女 只见男人捂着砰砰跳的心脏 喊喊着女儿轻握 不仅如此他还说待会见 好可爱啊 爱尔诺此时再也压制不住嘴角的离开 就在这时 一生少爷打断了他的好心情 见男人脸色不悦 仆人赶紧地上隐微传来的消息 信里提到 他们对柯林公爵发动了上百次袭击 均以失败告终 家族为此还折损了不少经验 然而爱尔诺对此毫不在意 命令他们一个月内必须让他消失 他要让那些基于他女儿的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另一边 神秘工会站着一个身穿斗篷的男人 来人正是被刺杀到心力交瘁的柯林公爵 他犹豫片刻 还是敲响了眼前的大门 客人 小店已经打烊了 然而柯林随口说了句 我来看月亮的背面 店小二文言咧着嘴 随后目露凶光地将人迎进了门 尊贵的客人您请跟我来 与人为善的爱玲 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别人虐杀的目标 柯林在店小二的带领下向着黑暗伸出走去 随着会客厅的大门打开 柯林告诉黑衣人 他最近频繁遭到袭击 想知道这些刺客究竟是谁派来的 然而对方幸灾乐祸的 调侃他是不是没睡过一个好觉 柯林不悦地让他少管闲事 透露自己每晚入睡时都会遭到刺客的袭击 尽管对方损失惨重 但仍像疯狗一样不断冲撞 您最近是得罪过什么人了 这个好像有点多 已经数不清了 我记得有一次他们临走前曾说我是个小偷 您这么富有 还会去偷东西吗 柯林怒喝道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哈哈别生气别生气 我只是开个玩笑 您的委托我接了 除了追踪这些暗杀者之外 我还会再派护卫保护你 对了 我还想找个孩子 他是个名叫爱玲的蜥兽人 文言黑衣人愣住了 他立刻使用魔法调取了柯林提供的文件 在看过资料后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柯林见目的已经达成起身让他们算下废 然而当他听到二十一时 不禁冷笑一声 你们怎么不去抢 黑衣人解释道这可是拿命去保护您呢 即便如此那也不行 我的米不是女 她转身离开表示需要考虑一下 就在这时 侍女故意拿着一张照片在柯林面前晃了 不出所料她被照片上的内容所吸引 这 这不是她妻子的写真吗 全帝国仅此一份有关柯林公爵夫人成长的巷子 如果您现在决定好的话 我可以将这个宋明怎样 相册就这一本啊 您再考虑考虑 柯林愤怒地咬牙说道 你们竟然偷我珍藏的照片做成相册来卖给五十国 对方却不以为人 那您要不要吗 阿凡死了快给我拿来 不好好完成任务你们就死定了 说完便气呼呼地离开了 黑衣人等她走远后不由地松了冷气 她摘下面具忍不住阻操 对方明明那么富有咋还那么小气 然而有关寻找艾琳的委托她已经接三分 综合他们提供的资料 相信很快就能找到她了 就在这时 一个发出怪笑的黑衣悄然浮现 奇妙地对着面前的桌子哐哐吹 阿黎就奇怪了 所有人都跟桌子有仇吗 她愤怒地咒骂着 扬言一旦找到艾琳 就将她做成蜥蜴贯头 黑衣人忍耐地叹了口气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看到男人发疯 自上次拍卖场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毁掉 她就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那只逃跑的蜥蜴 为此整天疯疯癫癫的 她幻想地抓到艾琳 将她和自己的宠物关在一起 她要亲眼看到那只蜥蜴痛苦的真正 黑衣人沉默不语 任由男人在那里风言风语 她那阴冷晦暗的眼神 仿佛将眼前的宠物当成了那只小蜥蜴 面对明月公会的报复艾琳 又会遇到怎样的威胁 冥冥之中的惦记让艾琳久久不能入睡 桌上散乱的兴致和徒徒改改的留言 像极了她此刻摇摆不定的内心 她想紫毛和鲁西里温了 如今李哈尔特找到了疼爱自己的家人 或许很快就会将她遗忘 而因一块面包结下身后情义的白毛 是不是也返回神殿修行了呢 似乎一切都在朝着她所期待的方向发展 像她这样的配角 也是时候回归自己原本的位置 尽管她有些担忧爸爸和女主的关系 但她相信总会找到机会让他们好起来 这段时间虽然疲惫 但她的内心是快乐的 艾琳带着忘记一切的复杂情绪慢慢睡去 她明明想要忘记 怎一大早起来就有汪汪大礼包赠送了 白毛一生主人将她拉回了现实 艾琳不可知心地看着麻袋里的鲁西里温 该不会是爸爸连夜将她扛来的吧 说好个回个家的三人 却意外地以这种方式再次遇见了白毛 宝宝们猜猜子毛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入场 如果你是即将被家人舍弃的艾琳 是选择醒来 还是永远沉浸在自己编织的梦里呢 说好告别过去的 这人怎就从麻袋里钻了出来 面对白毛的问候 顿时艾琳整个人都傻了 不等她问清楚情况 站一旁的艾尔诺疑惑女儿 竟然认识着随手捡来的蠢 艾琳解释少年是自己在孤儿院认识的朋友 为了能继续留在主人身边 白毛主动牵起女孩的手 亲密地放自己脸上贴贴 艾尔诺面色不善地盯着这个跟自己抢女儿的小鬼 这家伙究竟什么来历 随后提猫似的揪起少年的后搏梗 他吩咐仆人将这脏脏的家伙带下去刷干净 这家伙深夜出现在他家门口 巧合的就像是在等他一样 见女儿担心那小鬼 艾尔诺决定给他普及安全意识教育 女儿 如果陌生人给你一颗糖就让你跟他走 你一定要学会拒绝哦 因为爸爸不能再失去你了 知道吗 这莫名的话让艾琳一整个人愣住 但还是乖巧地答应了父亲 自上次女儿对他敞开心扉 艾尔诺就变着法地让女儿多亲近自己 他侧脸的那一瞬 艾琳感觉爸爸全身都在叫嚣着 快亲亲我 面对父亲的幼稚行为 艾琳无奈地在他脸上揪了一大口 而两人的幸福瞬间都被白毛尽收眼底 察觉那小鬼的亏待 他嘴角不禁露出一抹得意的糊涂 挥手告别女儿的艾尔诺 却不知自己的意识兴起让艾琳十分苦恼 明明他应该在神殿休息 为什么会被父亲像宠物一样带回来 正当你还纠结着 身后却传来男人轻微的闷哼声 艾琳跑上前去关心地询问 爸爸您没事吧 我立刻帮您叫医生 艾尔诺不愿女儿为他担心 只说老毛病不会就好了 话音未落男人便痛地跌坐在地上 他极力克制周身的狂暴让艾琳快跑 而这熟悉的一幕也勾起了他痛苦的回忆 这是埃达姆家族的秘密之一 他们魔力失控就会产生尸杀的欲望 人们把这称之为狂暴话 尽管这不是父亲的意愿 但被男人举在半空的窒息感让他犹豫了 此时艾琳想起父亲坚定向自己伸出的双手 他是第一个让我当他的家人 不顾旁人坚持留我在他身边的人 他更是自己认定的父亲 无论何事何地 女孩都不会放弃他的封闭奶爸 艾琳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扛起父亲 可即便用尽全身的力气 都不能将爸爸挪动分厚 他大喊着有人吗 快去找沙尔奈过来呀 然而不管他怎么会都没有人回应 父亲的状况越来越糟糕 艾琳在心中祈祷 求求了不管是谁 请救救爸爸 我希望他没有病痛身体健康 即便要用自己的一切去换他也愿意 此时纹生赶来的侍女想要询问 却被眼前发生的一幕惊的目瞪口袋 一股神秘的力量源源不断地从艾琳身上冒出 女孩周身聚集的魔力 突然爆发出一道强烈的光芒 而透支一切的代价 便是再次回到那个死寂的黑暗空间 姐姐眼皮动了 她都昏睡一年了 是想让我们倾家荡产吗 四周传来陌生又熟悉的声音 促使她微微睁开了眼 那人是谁 为什么穿着奇怪的衣服 好像在说什么不行就把管子拔掉 她为什么老是做这种梦呢 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的女孩 只知道她的爸爸还处于危险当中 她发了疯地想要回去 但艾琳再次醒来 她竟变回了那只粉色的蜥蜴柚子 恍惚中看见了两只肉爪断 她什么时候成了爸爸的掌心主 不远处的争吵让小蜥蜴忍不住色索 可眼看争吵声越来越大 西里安甚至用剑威胁白毛 顿时下的艾琳立马从爸爸掌心一跃而下 试图用自己小小的身体扭转乾坤 奈何她太小了 只能急得在那啾啾地乱叫 片刻大家都兴奋地跑过去关心女孩 叽叽喳喳地吵得男人直皱眉 随即一个响指 三人的嘴巴像被拉上的链条 发不出半点声音 艾尔诺挥手示意女儿过来 关心地询问她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此时艾琳见到完好如初的爸爸 顿时忍不住上前贴贴 吓一秒艾尔诺转头看向她捡来的主 这小鬼一来就发生这么多事 你是谁 为什么说我女儿不是普通的蜥蜴 宝宝觉得鲁西里问她是否知道些什么 而模糊现实与梦境的艾琳 会不会因为现实中的死亡而结束梦里的一切呢 一招穿成丑陋的蜥蚁幼崽 她的真身竟是龙 深夜的埃达姆家族中 艾尔诺看着变成蜥蜴的女儿满是担忧 对于女儿的了解还是不够多呀 从白毛口中得知女儿正处于生长期 她的饭量会有爆发式的增长 期间可能会伴有其他不适 所以她需要艾尔诺比以前更细心的照顾 真是可笑 你一个陌生人 难道会比我更懂照顾我女儿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你这话说的真有意思 因为我是主人忠诚的狗狗啊 男人文言有些后悔把这家伙捡回来了 本该狂暴化的艾尔诺 再见到女儿身上的光芒 便奇迹般的好了 甚至在那一瞬间 她还闻到了一股沁原心皮的香味 发现熟睡的女儿在剃被子 担心她会冷的男人 连忙上前为她拉上被子 却发现女儿身上不知什么时候 长出一对精致的小翅膀 艾尔诺终于意识到女儿不是普通的习义 但无论如何 你都是我的女儿 爸爸一定会护你周全 直到你健康长大 半个月前 她来到柯林公爵府 拉着大半天也没说到正题上 于是对着柯林公爵一顿冷嘲热服 还夸她装糊涂的本事已经无人能及了 听说贵府每晚都有不速之渴 特意过来看看 你是不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 很遗憾你居然没有去胳膊断腿 柯林公爵猜测之前的刺杀是眼前之人所为 但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你是想以家族之名宣战吗 艾尔诺笑得一脸无辜 怀疑我那你有证据吗 你这个偷我女儿的小偷 卑鄙的混蛋 你到底想做什么 从进门开始就在那胡说八道 现在还莫名其妙地说我是小偷 此刻柯林公爵意识到 之前的暗杀者也曾说过同样的话 他怒不可恶地握紧拳头 你的疯子竟敢派人来我家人居住的地方自杀 不以为然的艾尔诺向他展示了一份艾琳的出生证明 原本是他打算收养女孩的 却被小偷抢先提出了领养申请 你说他不是小偷又会是什么呢 男人威胁他最好主动取消申请 因为艾琳只能是他的女 冷静下来的柯林公爵询问艾琳的近况 得知女孩安侯 他嘲讽眼前的疯子 将艾琳丢弃在离首都十万八千里远的孤儿院 指责他不是个合格的父亲 甚至在那之前 艾琳连出生证明都没有 现在又用这种低劣的手段来挽回 我不信任你这样的人 并且我有信心将那孩子培养得更优秀 话尽于此别让我再看到你 也许等你伸手一触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你可以试试 若是艾琳知道自己的爸爸派出暗杀者 那画面一定很刺激吧 最后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的儿子和艾琳亲密无间 他挑衅地说他们两个是宠物和主人的关系 看对方一脸懵圈的样子 原来你还不知道 看来你这人的人品还不太行呢 很快艾尔诺就被人请了出去 就在此时 他在门口嗅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是上次在拍卖会给他送信的家伙 艾尔诺喊来仆人 把那个披着黑袍子的孩子带过来 他要带回去给女儿当宠物 仆人听此一阵无语 首都的人都这么会玩吗 爸爸不讨厌自己他怎样都没关系 清晨的艾达姆家族中 艾尔诺最期待的便是女儿 醒来笑着喊他爸爸 然而当他走进房间 却发现本该在床上酣睡的女儿不见了踪影 他焦急地四处寻找 直到枕头下传出雷鸣般的咕噜声 误以为女儿想跟他玩躲猫猫 于是洋装找了许久 才发现枕头下的女儿 他准备了美味的布丁 不料爸爸的话 让原本只想藏起来的蜥蜴红了眼眶 男人上前关心地询问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还是那些食物不合胃口 文言的小蜥蜴哭得更加伤心了 察觉女儿难过的原因 他决定砍了那帮不会做饭的人 见状艾灵级地揪揪乱叫 他想告诉爸爸不是这样的 最近他总是觉得很饿 无论吃多少都得不到满足 他害怕自己会变成一头吃不饱的怪物 即便爸爸不在乎 可这副饿死鬼的吃相 让他感到十分难堪 曾经弟弟们的冷嘲热乎 抨击他是一头吃不饱的猪 这也让他放弃了自己最爱的食物 即便要忍受饥饿带来的折磨 也不愿再被他人用一样的眼光看待 望着伤心难过的女儿 艾尔诺也陷入了沉思 他用温暖的手掌轻轻地抚摸着女儿的脑袋 对于厨师来说 有人想用他们做的美食 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不仅如此在你没有察觉到的时候 很多人都因你感受到了幸福 艾灵谢谢你能选择我做你的父亲 所以不必难过 因为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所有人都会站在你这边 文言小蜥蜴的心仿佛被治愈 他真的能给大家带来幸福吗 而这也正是他一直所期盼的 就在他迫切地想告诉父亲时 强大的魔力化作一道耀眼的光芒 小蜥蜴也再次变回了女孩的模样 他害怕自己吃得太多变成巨蜥 会遭到父亲的嫌弃 那你可要多吃点 因为变成巨蜥的你会变得巨可爱 要是变丑了吗 那也是可爱 不料他的回答让软萌团子哭得更大声 正当他束手无策时 又响起了一阵咕噜声 女儿爸爸饿了 你可以陪爸爸去吃个早餐吗 看着满满一大桌的食物被吃了个精光 艾尔诺立即让人再去准备一些 感受女儿的纠结内心 他询问爱玲刚刚是如何变回人形的 就是迫切地想跟爸爸说话 那上次头疼我的女儿在想些什么呢 爱玲支支吾吾地说 她好不容易遇到爱她的家人 可这话要怎么说才好 女儿的难为情顿时让男人笑出声 爸爸您这是在笑话我吗 不不不 是因为我的女儿太可爱 见女儿摆脱因范亮带来的阴霾 告诉她明天要跟着家庭教师开始学习了 另外爸爸还为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在回房间的路上 迎面走来一位侍女向她行李问候 她是父亲给女孩安排的专属侍女罗兰 爱玲热情地上前打招呼 并希望她能带自己去找沙尔奶 然而她看自己尾巴的眼神让她有些不自在 那个罗兰你有在听吗 反应过来的侍女急忙向女孩表达歉意 对方的眼神让爱玲意识到 她兽人的身份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经历了那么多 也已经很习惯受伤的感觉了 但为了父亲她都可以忍受 因为这对于她而言 没有什么是比爱她的家人更重要的了 意外穿成丑陋的蜥蚓幼崽 竟被全员恶棍团宠一个她 躲在罗兰身后的爱玲 眼神不由瞥向前方 尽管他们有着公顺的态度 可大家一样的眼光和对她兽人身份的议论 让她忍不住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她一路安慰自己没关系 直到侍女开口说话才将她惊醒 小姐我们到了 您需要现在敲门吗 此时回过神的爱玲表示自己来就好 随着房门被敲响里面传出 沙尔奈有气无力的声音 姐姐是我爱玲 我想你了想来找你问 闻言沙尔奈惊讶地叫出了声 我的房间很乱 爱玲你稍微等我一下 不愚会里面便传出 叮令哐当的句子 正当她以为姐姐是在拆家时分 疯的一声打开了 抱歉让你久等了 我已经整理好了快进来吧 爱玲你渴了没 想喝红茶还是绿茶需要加糖吗 桌上还有好吃的曲奇 并我现在去给你拿 此时不堪重负的衣柜 发出阵阵哀号 原来她把东西都塞进衣柜里了 而这也让她回忆起小时候 为了不被妈妈责妈 而偷偷把玩具塞进衣柜里 相似的经历 让她对沙尔奈感到精切 只是那快要露出来的粉色玩偶 看着有点眼熟 正想仔细观察 沙尔奈一个暴力肘击关了个眼时 爱玲你有什么想吃的随时跟我说 她坐在女孩旁边 开始叙叙叨叨的聊着各种有趣的事情 姐姐你最近好像很忙的样子 我的突然到来没有打扰到你了 没有没有 她接到了入宫的邀请 最近三皇子的病情恶化 陛下希望能用净化之力缓解她的病毒 即便她已经很努力了 但对三皇子的病情依旧没有任何帮助 她敏感的性格让她拒不配合治疗 现在甚至连碰她的手都很难 她正为要不要去而感到苦恼 不然爱玲你跟我一起去吧 沙尔奈卖力吸引她 你就不想去皇宫看看吗 爱玲心里清楚 以女主现在的能力还无法治愈爱诺西 最终在那个寒冷的冬天 三皇子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痛失爱子的皇帝 排斥着一切带有快乐的事情 而这也让整个帝国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这样的折磨持续了十年 女主明白如果放任不管 世界将迎来末日 所以她勇敢地站了出来 还发动了名为拯救世界的中二战争 当看到这时只觉得小说崩了 但又觉得无所谓 毕竟这只是一个虚构的世界 然而如今的她已经深深地融入了这个世界 这里有疼爱她的家人 如果即将到来的悲剧能被改喜 那她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改变她 因为她仍想在这里 继续欣赏以沙尔奈为主的育儿故事 爱玲毫不犹豫地答应 这突如其来的喜悦让她一把抱住我 谢谢你爱玲 不过这需要征求家主大人的同意 我知道了姐姐你心松手 我快要喘不过气来 随后沙尔奈的目光落在了爱玲不停摇晃的尾巴上 那个爱玲我能摸一下吗 她软绵绵地看起来就像棉花糖一样 爱玲毫不犹豫地将尾巴送到姐姐手里 手心柔软的触感让沙尔奈爱不是什么 对于以前只能想象的她这感觉真是太棒 文言的爱玲心中满是感动 竟有人会喜欢她恶心的大尾巴 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沙尔奈居然对着她的尾巴飙鼻血 姐姐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我就是太激动了 时间飞逝 守护在门外的罗兰正对着一个玩偶发呆 直到爱玲喊她才惊醒过来 似乎想起了什么她迅速地将玩偶藏在身后 女孩敏锐察觉却没多问 只是让她带自己去找家主大人 爱玲并不在意她的隐瞒 甚至一路哼着小曲 此时突然掉落的东西吸引了她的视线 那东西看起来很眼熟啊 仔细查看是一只跟她一模一样的蜥蜴玩偶 爱玲很是诧异 难道大家并不讨厌她是只丑陋的蜥蚁幼崽了吗 蜥蚁幼崽回归团丑 愿所有守护她的宝宝幸福快乐 哼着小曲的爱玲被地上掉落的小物件所吸引 那是一个与自己神思的蜥蜴挂剑 随即询问罗兰这是你的吗 然而是女警瞥了也 便以最强王者的手速夺回王偶 谢谢您帮我捡起来 爱玲小姐我们快到了 女孩暗自惊叹 这速度简直可以抢购的大爷大妈一较高下 两人抵达家主门前 侍卫进去通报后告知他们需要稍等片刻 因为家主大人说要整理房间 此时一个名为菲利的侍卫上前打招呼 她询问女孩您喜欢糖果吗 爱玲思考的可爱模样 让她迫不及待地从口袋中掏出理 那是一个精致的糖果 虽然有点冒昧 但希望您会喜欢 不等她继续开口 就被从天而降的铁拳锤都挖挖脚 对不起小姐 菲利不懂礼数 我会好好教育她的 看着一脸委屈的菲利 爱玲连忙摆手表示没关系 这是老虎糖果吧 谢谢你菲利 我会好好享用她的 女孩甜美的笑容 瞬间俘获在场的每一个人 菲利更是忍不住唱起了赞歌 然而这神圣的时刻被突然打断 菲利不由地心碎了一地 老爷子心里满是诧异 这小毛球竟会主动来找她 爱玲乖巧地向她问候 并表达了想和沙尔奈姐姐 一起去皇城的想法 可捏着闪亮亮的糖果面见家主 是一件十分势力的事情 虽然被她及时藏在身后 但还是被发现了 爱玲想要解释 却被老爷子要求来她腿上坐 怀抱着软萌的小毛球 她心里乐开了花 不就是一块糖吗 慌什么 还有你刚才说想去哪 想和沙尔奈姐姐去皇城 爱玲细说着她与小皇子之间的情谊 得知她生病了想去探望 看到老爷子微微皱起的眉头 爱玲心里一紧 果然还是不被允许的吧 然而老爷子却轻声说道你去吧 明天的课程我会让人重新安排 但下次你得好好学习 听到这里爱玲高兴地手舞足蹈 她甜甜地说着祖父您真好 下次她一定会乖乖上课的 爱玲亮闪闪的笑容 再次萌化了老爷子的心 亦是没忍不体内的弘芳之力 只能长桌撕了个粉碎 爱玲啊这两人不愧是亲父子 表达感情的方式都这么独特 后面子的祖父盲说有虫子 还特意强调那是一只长着四十条腿的恶心家伙 爱玲顿时被吓得脸色发青 听到晚饭有好吃的大龙虾 老爷子还催促她赶紧去炫几口 炫 炫几口 看不出来祖父还挺潮的吗 按以往上班的血泪史来分析 那肯定是好啊 祖父那我们就去炫一顿吧 看来毛球跟她有很多共同话题呢 傍晚时分 沙尔奈哼着小曲正缝着一个粉色小布 她熟练的穿针引线左右开弓七上八下 最后再来一次线上聚会 随着啪的一声大功告朝 这可是她不分昼夜 标了两斤笔血才缝制出来的超级无敌可爱的爱玲玩偶 看着刚出炉的完美作品 沙尔奈发出心满意足的溃谈 而这却吓坏了刚从她房间经过的市民 此时沙尔奈以她独特的中二姿势宣布 只有她才能做出与爱玲一模一样的玩偶 所以请尽情地羡慕她吧 不过爱玲还没踏入社交圈 暂时还不能批量生产 但只要将来所有人都喜欢爱玲 不再害怕她那就足够了 因为她的妹妹值得被所有人宠爱不是吗 即便是被操控的情致爱 可那又怎样了 初见爱玲的那一刻 就被她那粉色长发和蜜色的眼眸深深吸引 沙尔奈努力制造偶遇的机会 只为与她一同散步 甚至想亲手为她品尝美味的布丁 然而在一次宴会上 她目睹了变成蜥蜴的爱玲 遭人陷害直至绝望的爬上石柱 周围人的指指点点让她无能为力 内心充满自责的沙尔奈 渴望能再次见到爱玲 再回房间的长廊 仆人对爱玲议论纷纷 他们口中的蜥蜴兽人既肮脏又愚蠢 不仅偷窃少爷的耳钉 还诬陷照顾她的侍女 听到这些沙尔奈忍不住上前纠正 真正的小偷是玛尼拉 并告诫他们不要在背后乱叫舌根 说完后便气呼呼地离开 尽管知道这样做不能改变什么 但吓人对爱玲的误解 让她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幸好有卡兰和希丽安的帮助 才让爱玲的清白的已证明 可即便如此 因误会产生的偏见并没有消失 反而愈演愈烈 深感无力的沙尔奈将自己关进房间 她将思念化作张张图纸 找来针线想要缝织一款玩偶 却不料她闭门造的偶径 竟在帝国掀起了一阵风潮 可爱的粉色玩偶让侍女赞不绝口 看对方爱不失手的模样 沙尔奈突然意识到 大家从未见过爱玲兽人的模样 或许可以通过玩偶改变大家对爱玲的看法 于是她询问侍女喜欢她们 第二天苏菲拿着爱玲玩偶四处炫耀 立刻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大家纷纷请求苏菲再去帮忙要一个玩偶 就这样 原本愚蠢的蜥兽人 变成了大家口中小巧可爱的蜥蜴宝宝 这股爱玲风很快席卷了整个埃达姆家族 大家纷纷展示自己的才艺 爱玲潮流的始作俑者 却在餐桌上与卡兰争夺给爱玲喂饭的权利 两人你一勺我一勺 瞬间让碗里的食物堆积如山 直到两人同时争抢最后一块肉 彼此怒目而是互不相让 艾尔诺无奈地提醒他们 她是爱玲的监护人才为她吃饭的 此时远在千里的柯林公爵表示推不要脸 见两人餐前争执不休 艾尔诺怒斥卡兰没有规矩 才让这顿饭得以继续 正当艾玲大快躲一时 艾尔诺让她过来 不明所以的艾玲哒哒哒地跑向父亲 却被艾尔诺一把抱坐在腿上 众人看着这一幕感怒不感言 唯有暴躁的卡兰指责父亲也不守规矩 却被疯批恶狠狠地眼神回怼 你是在叫我什么叫规矩吗 艾尔诺自顾自地为女儿吃饭 随意瞥了眼沙尔奈 他咧着嘴问女 爸爸喂的菜菜好吃吗 被莫名逼死沙尔奈傻眼了 舅舅这是在故意向她炫耀吗 一把年纪了 还在跟和自己女儿一般大的外甥女较紧 真幼稚 话说舅舅最近变得很奇怪 以前总是一副谁惹她就要杀谁的架势 但自从艾玲回来后 她变得温和了许多 当然还有那边两个家伙 不仅如此 包括家主大人管家罗兰以及她在内 所有人都仿佛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操控的 让他们都喜欢上艾玲 这种感觉就像是命中注定 突然沙尔奈被一声呼喊惊醒 姐姐我们什么时候去皇城 更加确信这宿命般的操控 可是那又怎样了 难道这么可爱的蜥蜴宝宝 你会舍得不喜欢吗 临间的小镜上 柯林公爵正享受着和儿子的静谜时光 手中握着一封来自皇家学院的入学通知书 这是她费尽心思为儿子争取来的 入学后的紫毛将会被分配到魔法系 这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机会 少年却对此嗤之以鼻 还没找到艾玲的她 对这些提不起丝毫兴趣 对于父亲所描述的皇家学院的美好前景 她冲而不闻反而不断追问有关小西的消息 对此刻临公爵再三保证 她从一个值得信赖的人那里得知 艾玲现在很安全 也许不久后你们就能重逢了 所以不必忧心 我想艾玲此刻也一定很想你 之所以没有及时联系 可能是她还没安顿 儿子我们就再耐心等等吧好吗 少年虽然有些失落 但仍念念不忘于小西之间的约定 是约好两人当一辈子的朋友吗 不 我们约好了要结婚 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将她批得细碎 宝贝你说结什么 结婚了 准确来说 是约好做彼此的家人 这不就是要结婚的意思吗 小西现在不方便了 我这么同情打理是不会怪她的 听着话牢儿子的嘀咕 无奈的柯林公爵决定给儿子普及一下结婚的含义 听出父亲的言外之意 小峰批反问公爵 是不同意他和小西结婚吗 男人连忙摇头否认 不不不儿子 我觉得你们很般配 得到满意的回复后的子毛表示好想见到小西 此时的柯林公爵终于明白 这两人哪里是宠物与主人的关系 分明就是儿子的单相思 因此他决定暂时对子毛隐瞒真相 柯林公爵试探性地问道 儿子你确定不去上学吗 说不定艾琳也在那 另一边 沙尔奈正准备带着妹妹前往皇宫 却被马车前的埃尔诺黄神 不是就他跟埃尔诺两人去吗 难道舅舅也想跟着 善解人意的管家表示 少爷只是来送送两位 埃尔诺伸手想将女儿抱上马车 并让埃尼路上不必害怕 他会让泰雷姆一路跟随保护 家族的护卫队就像影子一样 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主人需要他们就会出现 如果看不顺眼就直接上脚踩 女儿这是不是很好玩呢 出发前爸爸还有一件事 那就是进宫后要尽量避开皇帝 因为那家伙不值得信任 要是碰到受了什么委屈 回来跟爸爸说 爸爸会好好跟他讲道理的 还有记得在晚饭之前赶回来 此时埃尼探出脑袋询问父亲 陛下是个怎样的人 埃尔诺沉思片刻后回答道 那是个傲慢无礼的家伙 虽然大家都称赞他是一位好皇帝 但那只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他认为其他种族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只有金发红毛的才是皇族的标志 他不仅自尊心强还厚颜无耻 看不起别人还喜欢支配 所有人对他言听计则 不过女儿你不用担心 爸爸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应对的东西 爱玲开心地接着 本以为是什么传音识之类的 竟不想是一枚鱼蛋 看出女儿的疑惑 埃尔诺温柔地解释道 如果情况不对 你就把鱼蛋扔向皇帝 就算把他干掉了也没关系 到时候我们再重新选一个好 毕竟我的女儿不能掉一根头发 所以大胆扔 最好用力朝他脸上扔 这番话让爱玲哭笑不得 他觉得父亲比皇帝还要兄弟 然而远在皇宫的某人表示 有人懂他真的太难了 两人来到金碧辉煌的皇城 在侍女的引领下 准备前往三皇子的寝宫 此刻侍女注意到了沙尔奈身旁的女孩 随即笑着和他打招呼 殿下知道你们来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这话听得两人一头雾水 很快三人来到了寝宫门前 沙尔奈嘱咐妹妹先去附近挽回 约定结束后就去找她 两人挥手告别 爱玲便在侍女的引领下前往别处 途中他们遇见了一位送书的侍从 爱玲听完他们的对话 忍不住询问附近有图书馆吗 当然 皇室图书馆已丰富的藏书文明整个帝国 爱玲小姐您是想去看书吗 两人边聊边走很快便抵达了目的地 随着大门缓缓打开 露出了灰红的图书馆内部 层层叠叠的书架上摆放着数不尽的书籍 侍女笑着说 如果您需要任何帮助随时叫我 爱玲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图书馆 然而琳琅满目的书籍让她不知道该从何看起 突然一本植物图鉴映入了她的眼帘 想要多了解这个世界 也许能在里面找到治愈三皇子的方法 然而那本书却放在高处 即便有梯子的帮助她也够不着 就在这时 一只大手将书拿走并还询问她想看吗 爱玲寻声回复 是啊谢谢您的帮助 小小年纪就开始阅读这么难懂的书 不像我家老妖整天只会溜猫斗狗 你是对植物感兴趣吗 对方的喋喋不休让她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金发红毛是皇族的标志 她想起父亲的交代 若是遇见皇帝要尽量想办法避开 她该不会那么倒霉 一来就遇见郑主了 也许她可能是皇族的近亲 爱玲告诉对方 她想在书本里找一件重要的东西 男人笑了笑 将书递给了爱玲 然而在对方即将接过时 她又故意抬高 似乎在戏弄她 欺负小孩很好玩吗 男人却乐此不疲地玩了上来词 最后还厚颜无耻地说自己也想看 真是个无聊透顶的大叔 他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于是礼貌地让对方慢慢看 自己则转身离开 这人让爱玲不禁想起了三皇子 难道皇室的人都那么幼稚 没心思看书的爱玲 让侍女带自己去会客室 却不料对方突然神色紧张 连忙躬身行李 参见伟大帝国光荣的太阳 爱玲惊讶地发现 那位幼稚的大叔竟是皇帝陛下 并还打算亲自接待她 爱玲快走吧 我带你去找爱诺西 皇帝东拉西扯还特意提起她的绰号面团 对于儿子口中的朋友 她感到十分好奇 我想爱诺西见到你一定会很高兴的 怎样想不想见见她 爱玲笑着回应 并关心地询问三皇子的病情 可当爱玲来到爱诺西的房间 却被眼前的景象惊淡了 乱糟糟的房间 爱诺西正躺在床上大口吐息 看上去十分痛苦 她愤怒地拿起书朝沙尔奈扔了过去 怒吼道你滚啊 是不是耳朵龙啊 此时沙尔奈捂着被砸伤的手臂 满是委屈 她瞥见了站在门口的爱玲 眼中闪过一丝无奈的情绪 面对此情此景 爱玲又会做些什么化险为一呢 一朝穿成丑陋西柚子 竟被全员恶棍团宠的 谁能获得宰宰的芳心 是软萌小奶狗 还是白切黑的贵族小少爷 前世女孩得不到家人的宠爱 就连生病住院都被嫌弃浪费钱 渴望家庭温暖的女孩 梦想着成为团宠文的主角 或许是幸运女神的眷骨 当她再次睁眼时 竟真的穿越到了自己最爱的小说中 在这里 她的努力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更收获了爸爸对她毫无保留的爱 然而一场救赎让她往返梦境与现实之间 可即便如此 艾琳毫不犹豫地留在梦里 这里有爱她的家人 有她想要的一切 她希望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以此偶然的遇险 让艾琳被一个疯子记恨 她幻想着抓到艾琳 将她和自己的宠物关在一起 她要亲眼看到蜥蜴仔仔痛苦的挣扎 为此她使用卑劣的手段 成为艾琳的家庭教师 那她的阴谋用是否会得宠 不仅如此 艾琳还遇到了三皇子艾诺希 这个在书中以傲慢且不舌注冲的短命 不仅喜欢给她取外号 时不时给她一个大逼 为了能让故事有个美好的结局 艾琳强忍着打人的冲动 让白毛将她送回家 尽管侥幸地活下来 却依旧逃不开死亡的命运 她拒绝接受任何治疗 甚至一言不赔就朝人丢枕头 丝毫不灌着她的白毛 捡起掉落的枕头 就朝她脸上砸 正当两人打得不可开交时 三皇子的未婚妻突然出现 见此情景 她嫉妒地让两人认清自己的身份 而这也让艾琳想起了原著中 那个为爱疯狂的莉莉安 尽管被嘲笑是守牧人 却甘之如意 她蛊惑皇帝一起毁灭帝国 为了能配得上人们口中 那个最糟糕的皇子 莉莉安不惜将一切不顺眼的东西 才在讲信 她的傲慢与狠辣最终导致了 帝国的分工离戏 而女主也将扛起反革命的大气 这不是宅宅所期望的结局 那么艾琳又会做些什么来阻止这一切 在这个过程中 她与紫毛和白毛之间 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人前她是个毒蛇可血包 不料私底下却青涩的像个舔狗 为了讨未婚妻的欢心 不惜翻山越岭只为买颗茶叶蛋 然而 她不仅遭到人贩子的虐打 还被当作商品开卖 即便被蜥蜡仔所救 却依旧逃不开死亡的秘密 她憎恶所有人的目光 就连全力救治她的女主 也遭到了她的攻击 目睹这一切的艾琳连忙忽在姐姐身前 望着两人互相关心的模样 她竟罕见的闭了嘴 见状皇帝借着休息的由头让她先离开 却遭到沙尔奈的拒绝 艾琳明白姐姐这是不放心自己 于是捏捏她的手心说着没事的 我和皇子殿下聊一会就来 沙尔奈神色无奈的只能点头答应 于是礼貌地向皇帝道别 察觉女孩的不开心 她不顾咳嗽故意面团面团的叫着 直到女孩朝她不爽的抗议 她一脸无所谓的 反而问起那个将她扔地上的丑八怪 得知那家伙是个乞丐 还不要脸的赖在艾达姆家蹭吃蹭喝 要不是念在她就自己的份上真相 算了算了 随后她撇向一旁的皇帝 听她每天重复问上几百遍的问题 难道就这么盼着她死吗 她的身体怎样能怎样 不是每天都有人向您汇报吗 皇帝即便提起她的母亲 也得不到她丝毫的谅解 甚至恶毒的大叫 不想看她早死就赶紧出去 站在一旁的艾琳吓得不敢作声 直到听见艾诺希说羡慕她的好身体 不像自己只能躺在床上哪也去不了 还说她很想念母亲 但如果去见了就意味着被人判了死心 那些家伙总喜欢用怜悯的眼神看她 还真是可笑 一个个丑不拉击的有什么资格可怜她 就像此刻你看我的眼神都是那么的令人讨厌 所以你也在可怜我是吗 不 不是的 我没有这种想法 我只是与此同时 逐渐暴躁的老爷子正对着通讯起一顿输出 这些没有适得的家伙 不是肚子疼就是直接放她鸽子 就没有一个愿意来的 管家翻着厚厚的资料 您觉得这位怎么样 这人除了年纪小和来自乡下 其他都表现得十分不错 本以为捡到宝的老爷子 却被他的年纪惊得亚麻呆住了 这比粉团子大不了几岁的娃娃能行吗 然而在管家卖力的介绍下 说不定他能更好地教导小姐呢 老爷子捂着发疼的脑脑 表示先这么办吧 却始终觉得哪里怪怪的 照片里这位金发绿眸的小男爵 看着就不像的好人 所以我亲爱的宝宝 你知道他是谁吗 子毛快来啊 你老婆要跟人跑了 望着快戳到嘴巴里的食物 怎么都喜欢给他喂饭呢 此刻白毛可怜兮兮地 说着感谢主人的收留 知道拗不过这家伙 爱玲无奈地表示要自己吃 随后听他问起三皇子的情况 虽然及时治好了一病 却导致他先天性的顽疾愈发严重 不愿看到主人难过的样子 他想下次跟着一起去 可三皇子每次提起他时的咬牙切齿 他俩见面真的没关系吗 即便承诺不忍麻烦但 算了我先去帮你问下吧 三皇子十分讨厌别人可怜他 作为一个手握剧情的炮灰 他希望自己在乎的人 都能有个好的结局 而三皇子作为剧中的转折人物 当然得好好活下去了 不想某人被子一干谁都不爱 还不客气地让他滚 那我下次还能再来看你吗 你耳朵聋了 不想挨骂就赶紧爬 可听见女孩闷闷的行李告别时 又有些舍不得 于是喊住即将离去的面团 并让他下次过来记得带个茶叶蛋 身为公爵家的小姐 怎么能空手来看望等皇子呢 真是一点礼貌都没有 回到家的爱玲正认真地看着书 不愿打扰小姐 打完招呼便离开的罗兰 竟被他迷迷糊糊地看成了李哈尔特 也不知道那家伙怎么样 突然听到父亲的声音 还向他递来一本书说是宫里送来的 埃尔诺不禁有些好奇 女儿什么时候对植物感兴趣了 当听到是为了找到 救治三皇子的药草时 净醋言醋语地问到两人的关系 还吓唬女儿说男孩子是老虎会吃人的 然而爱玲一心想了解三皇子的病症 却没有一个人知道 仅仅只传出他活不过冬天的消息 让人意外的是他居然都挺过来 不过这次意外加重了他的病情不济会 察觉女儿的失落 他一边温柔地安抚 一边说着他这次也会没事的 爸爸也会为他找很多厉害的医官 所以乖女儿你别太担心了 真的被爸爸当成了家人 不料下一秒就听到恶魔提起上学的事 还问他作业写得怎样 虽然一再威胁他们找个女性教师 但就剩这么一个愿意来的 听女儿询问他的名字更是火把 想了许久大概可能叫翠花吧 不想与那人初次见面 便哐当哐当地漫天扫花花 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抱歉 请允许我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只见少年戴着一副大大的眼镜满是无辜 却将爱玲吓得狂飙冷汗 为什么这家伙不是去教姐姐 而是跑他这里来 来了他来了 援助中最恶毒的反派他来了 本以为是灭吧 不料却是个摔跤成瘾的福定王 不仅对兽人有着病态的占有欲 还谋划着各种肮脏的交易 面对帝国黑暗势力明月公会的会长希尔 吸一仔仔哆哆嗦嗦嗦的 究竟是哪个天杀的要害他呀 洋装淡定的爱玲 开始听他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喜欢极油 那不就是收集兽人吗 好奇心中喜欢学习 大概约等于暗中调查吧 明明对他了解的一清二楚还介绍个的 如你所见我是个吸一兽人 尾巴更是收不了一点 不爱看就别看 然而对方一脸兴奋的说他很漂亮 粉嫩粉嫩的手感一定很不错 为了不下跑处 他还得继续扮演好家庭教师 希尔让他挑选自己感兴趣的课程 不料女孩越接学习 担心他学起来困难 希望他能再考虑一下 又不过学生的老师 表示下周会准备好相应的课程 临走前他想摸摸女孩的尾巴 不出意外的拒绝 但还想试着说服女孩 甚至不要脸的使用美男姐 差点被恶心到的爱玲依旧不愿意 看他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模样 简直是恶心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万万没想到这家伙竟真的飙眼泪 不上套的爱玲好心递了快手吧 还说哭也没用 靠哭得到想要的都是周围充满爱的善良人 您觉得呢 反正我哭的时候就没人帮我 所以老师您也别哭了 察觉女孩隐隐带着敌意 难道她认识自己 不再强求的希尔为自己的势力感到抱歉 在她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 还是问出了心底的疑惑 爱玲小姐您是不是认识我 望着满是警惕的宠物 心底奇怪的感觉愈发强烈 却在出门的瞬间两只脚先打了起来 之后哐当哐当 只见一个人形轮胎正以三百码的速度旋转 好不容易停下来却久久没有动静 是死了吗 没死 应该把快去请医关呢 我说我没死啊 外面吵吵闹闹地引起了白毛的注意 她隔着窗户看到 那人身后不仅跟着三条黑影 还有一股浓重的血腥味 所以她接近主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宝宝你们知道吗 想看更多的可以去我的主页查看后续啊 两人你来我往个滚头大站 竟在此刻彻底报答 谁叫这没脑子的蠢货感伤害主 爱玲顶着她俩的暴击 忍不住在心底那喊真是造念 此刻守在门外的侍女战战兢兢的 里面这么大的阵场 到底要不要喊前辈了 你一个贱民 竟敢将她当垃圾一样扔地上 还若无其事的在她面前嘻嘻哈哈 哎 我就不有本事你不爱 听傻了的爱玲连忙插开话题 说陛下已经答应她外出的请求 不仅如此 我们还可以散布吃美味的布丁 对对就是这样 我才不玩过家家的小孩子游戏呢 可您不正是小孩子吗 瞬间欺诈的某人让她闭嘴 你是不是跟那呆子一样越来越放肆了 不是你让我自信一点吗 但也没让你与我平起平坐 不料白毛煽风点火般的支持 让她彻底失去了理智 随着啪的一声 爱玲被突如其来的枕头 顾了一眼 望着伤害主人的凶手 白毛响也不想的伸手接住 以后使劲地甩了回去 拍谁不好拍她的主人 即便你是皇子也得给你 随后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与此同时 赶来探望的莉莉安 听见三皇子房间传出奇怪的声音 随后看到趴在门口的侍女 忍不住斥责他们都在做什么 不等几人回话 就瞥见三皇子推门出来 她边笑边吵着掉毛的大白子 不理会侍女诧异的目光 准备四处溜达的三皇子 吩咐庸人去准备点心 她要带那两个傻瓜去喝下午茶 不料迎面碰见了来找自己的未婚妻 莉莉安望着对方逐渐消失的笑容 就那么讨厌吗 她可是求了父亲许久 坐了八个小时的马车来找她的呀 察觉自己的多余 莉莉安强忍着悲伤表示下次再来看你 正当爱玲望着那一头玫瑰色的长发出神时 对方突然停下脚步 扭头恶狠狠地警告她们要认清楚自己的身份 那一瞬间 爱玲仿佛陷入了深深的梦里 她想起来了 女孩莉莉安在三皇子死后 便不断蛊惑皇帝发动战乱 竟只为让人永远记住爱诺西的名字 那么爱玲又会做些什么来阻止这一切呢 快说你愿意 即便爱于面子也请说出我愿意好吗 没错 为了帝国不被她俩祸祸 更为了女主不会有那么中二的姿势 她决定往死里撮合这两个将主 原著中的三皇子她终究没能撑过那个冬天 而沦为守木人的莉莉安却对此甘之如瘾 因为喜欢的人终于不再拒绝她 可为什么又在临终前对她诉说爱意与不甘呢 如果我们对彼此坦诚心会不会 既然大家认为您是糟糕的皇子 那作为未婚妻的她 是不是也该这样做呢 为了不让爱诺西的名字被遗忘 怀着憎恨的莉莉安用自己的傲慢与狠 让人们永远记住了那个糟糕的皇子 直到帝国覆灭之后 爱诺西的名字也没能被大家忘记 为避免这一切的发生 爱玲觉得自己必须做些什么 那个皇子殿下 可以让那位漂亮姐姐留下一起玩吗 然而榆木脑袋不答应就算了 还将人往外赶 顿时急得爱玲向对方直接发出了邀请 莉莉安支支吾吾的经过一番挣扎 她终于说出有时间 不想榆木脑袋让她别勉强 不不勉强我真的有时间 望着满是抗拒的三皇子 莉莉安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甚至忍不住提醒她 不留我可是真的要走了 不然啪的一声 白毛重重地拍在三皇子的背上 并让她快些回答 知不知道你这样让主人很为难呢 相似被拍摹着了 她唧里呱啦地说了一堆挽留的话 甚至还主动伸手邀请 眼前这一幕让莉莉安满是不可思议 不一会便抑制不住地露出一抹糊度 这不正是她一直所期待的吗 看着两人幸福的美好画面 爱玲也乐的小脸红扑扑的 与此同时 趴桌上醒来的沙尔奈 询问侍女她睡了多久 随后柔柔轻松地睡眼说 自己做了个奇怪的梦 梦里的帝国十分混乱 看不下去的她还成为了叛军首领 面对侍女大胆地揣测 沙尔奈想也不想地否认 她摸了摸刚做好的蜥蜴玩偶 对于现在的她来说 爱玲才是最重要的 即便真的发生那种事情 那也是为了守护蜥蜴宰子 因为她说过会让我幸福的 为了不让她食言 所以我只能让她也幸福了 莉莉安生情并茂的朗读 获得了大家的夸赞 姐姐你太棒了 然而某个扫兴的玩意 在那指指点点地认为 这是基本的素养 行啊 这人嘴臭的掉海里都能浮起来 察觉主人的闷闷不乐 更听到有人对自己身份的好奇 于是大方说道 我叫鲁西里温是主人忠诚的狗狗 不不不别听她瞎说 我们是朋友是朋友啊 原来如此她谦逊有 不等她把话说完 三皇子又开始嘲讽道 要是我面前的某人也能学学就好了 我什么都没说 您又在挑什么次呢 然而两人互不相让地拌嘴 让莉莉安很是好奇 两人是怎么认识的 正准备展开来说的爱玲 突然收到了某人凶狠的眼神警告 于是心虚的这个那个好像记不起来了 三皇子也在这时岔看话题 让她不必知道 文言的莉莉安满是失落 就在这时 一句三皇子被绑去黑市被人卖了 是我主人救的她 爱玛这是现在能说的吗 哦对我刚刚说什么了 你们有听到吗 剑气氛变得凝重 爱玲感觉自己的天灵带要炸 面对莉莉安的追问 三皇子支支吾吾的 随后恼怒的大骂道 你这个贱民有什么资格随意说我的事情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您什么时候才能放下自尊心 就不能坦诚一点了 否则总会有您想说都说不出口的时候 可香巴老 你这是在教训谁呢 眼见着两人快要打起来的爱玲 急忙掏出闹钟喊道 温温了有点晚了我们该回家了 担心川帮她连忙将人嘴巴捂住 紧接着连拉带拽的 临走前她想邀请莉莉安参加两天后的茶话会 望着女孩犹豫的神情 爱诺西鼓足勇气地说道 我希望你能来 听了这话的吃瓜群众也不由地放慢了脚 面对三皇子的请求 莉莉安娇羞地回应着 您都亲自邀请吧 那我一定会参加的 见两人秘里调游 爱玲也忍不住为他们高兴 可一回到家 她被克林公爵收养的消息经得亚麻呆着 从和女儿的聊天中得知 那家伙果然是个小偷 气生气很生气 早知道就让她去胳膊断腿死了算了 父亲您这是要去克林公爵府吗 那您见过她的儿子吗 就是我在保育院认识的子发少年 哈哈是男孩子 我就是想知道她过得好不好 毕竟我们是朋友啊 好好好你别担心我会看着办的 对了 你的草药看得怎么样了 虽然有很努力的找 但她连三皇子的病症都不了解 有些不知道从哪下手 文言爱尔诺提到了子人身 想起什么的爱玲连忙翻到了她的介绍印 那是一株存在于传说中的救命圣草 不仅种子十分难得 更没人能成功地将它培育出来 然而爱玲作为21世纪的人类 怎么会被仲裁难道呢 地招穿成丑陋蜥蜥幼崽 她的真身竟是龙 喜欢院长的宝宝别眨眼 当当当当当当 八块素鸡要不要 瞬间迷得隔壁美女送情书 她支支吾吾地不敢直视 送完遍头也不回地跑远了 院长一脸猛逼的 难道中年大叔不吃香了吗 她瞥了眼信封 原来是爱玲的信啊 里面写有对她的感激和找到家人的喜悦 再听到子毛因找不到她而伤心 爱玲克制着不去见她 也是希望她能重新遇到更好的人 并表示会等成年之后找她 所以您要帮我保密哦 还有在拍卖场给您送信的白毛 是我的朋友 更将自己是埃达姆家的孩子 告诉了院长 夏天快到了 哥哥经常找她玩 遗憾的是她每天都有写不完的作业 那个网偶先放在您那吧 因为我这还有很多 近来我在找一个教子人生的职务 要是听过请命一定要告诉我 隔壁爸爸又在和祖父吵架 保育院的孩子还好吗 院长看着洋洋洒洒地问候 买是慈爱 拜林埃达姆 还真是个令人捉摸不错的孩子呢 另一边的明月公会 不小心摔倒的小雀斑 将刚收集到的资料 撒得到处都是 上面赫然印着传说中的龙 他与生俱然的情 却因人类的贪婪导致灭亡 龙的盲目与忠诚 会将自己第一眼看到的生物 当成父母 并且只有获得他们的爱才能成长 为此龙愿意做任何事情 甚至成为无情的杀戮机器 本该发脾气的封批会长 此刻却安静得有些不正常 他是埃达姆家的孩子 当初人类为了一己私欲 不断挑唆龙族之间的争斗 然而他们无法承受杀死同类的愧疚 选择了主动消亡 但唯有埃达姆家的那条龙留了下来 他不仅与初代家主签订誓约 还将代表力量的血液赐予他 更留有预言说 埃达姆会诞生继承他血脉的存在 如今看着确实像只蜥蜴 但万一他是真的呢 若他没猜错 那家伙现在还处于无主状态 顿时眼里藏不住的贪婪 这可比变异的兽人有趣多了 他吩咐小雀斑 全力调查埃达姆家族的信息极弱人 桌上的照片让他想起 初次与女孩见面时的场景 哭解决不了问题 我哭的时候就没人帮 而这也让他回忆起 而是 在找了他爱着爸爸妈妈 还有他的怯弱与善良 因为没人不帮他不是吗 一块面包换来的小奶狗 静音主人送的礼物而再次沦陷 原作中对白毛背景的描写很少 然而对方铁了心要追随让爱玲很是不解 从聊天中得知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收到礼物 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天 那主人带这些是为了给他们庆祝生日吗 不不是的 这是为了纪念我们的友谊了 说说笑笑的两人刚刚 就听到三皇子暴躁地让人滚 着急跑进房间的爱玲 差点被黑白的相框砸中 魂声望过来的莉莉安 再听到有人关切地询问 眼泪顿时忍不住地涌了出来 她一遍遍地重复电影 电下的 听不懂人话吗 我让你们赶紧滚了 不然我杀了你们 意识到三皇子犯病了的爱玲 丝毫没注意白毛的议程 来不及阻止的她 听见白毛安抚三皇子别担心 我很快就会去找您的 然而不等对方骂出一句完整的话 便再也张不开嘴了 她算那个打翻主台 却也只能任由白毛为所欲为的 替她将房子里的人请了出去 大家诡异地没有反抗 却在关上门的瞬间 都抓着脑袋不明白自己怎么出来了 就在这时 匆忙赶来的皇帝 怒斥所有人都堵在门口闹什么 除了医院 其他人都不准靠近房间 洋装坚强的莉莉安 走着走着眼泪便止不住地流了走 想上前安慰的爱玲 最终还是默默地陪在她的身边 我没想到殿下她精病得这样严重 本以为她会像之前那样 但这次 感觉她好像真的要离开我 难掩悲痛的莉莉安 煞食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般落下 姐姐您别太担心了 走上前的爱玲出言安慰道 我知道有样东西可以救三皇子 虽然她的种子很难得 但您能和我一起培育吗 却被对方误以为是善意的谎言 爱玲不服输的 即便几率在小不是是怎么知道 我们不是约好了每周的茶话会吗 对了还有这个 原本是等大家在的时候送 但眼下的情况还是现在送您比较好 虽然这次聚会可能会被延期 但请相信我们一定会带着她一起的 莉莉安望着年幼的爱玲 在我还是你这么大的时候 总是充满了自信 认为只要努力便能改变一切 但长大之后才明白 不可能的事情就不该抱有期待 虽然现在的坚持看起来很傻 但我愿意再傻一次 还有谢谢你爱玲 那现在的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既然如此 就让渺小的我们开始实施伟大的复活计划吧 那么爱玲他们会成功吗 自三皇子病危之后 便拒绝了所有人的探望 苦心研究的爱玲未得到子人生的种子 她需要培育三种不同的珍稀花 比如长在珠穆朗马松的雪冰花 和火山口的艳芋花 将它两兽粉便能获得雪芋花 然后再去大西洋挖深海花与其兽粉 如此便完成了复活的第一步 接着再想办法让她生根发芽直至长大 白毛同学你怎么看啊 我觉得不太行 备受打击的爱玲愁地直掉头发 想找白毛帮忙可她还那么小 万一遇到危险 或许只能这样做 于是她厚着脸皮请求了卡兰的帮助 不料某人拍拍胸膛 却在看到爱玲手里的日志时 露出了窘迫的神情 她自诩是个天才 但面对传说中的药草吗 或许你可以问问家主大人 虽然整不了子人生 但雪冰花还是可以的 不过你得陪我玩几天 几天吗 不然一天也行 然而对方却调皮地说着愿意陪她一个月 顿时激动地卡兰连连比叶 随后跑去找家主的爱玲 向她提出请求 不料老爷子怪异的姿势 看得爱玲一脸猛圈 眼见着手举酸了也不见毛球过来 突然爱玲好像明白了什么 于是撒欢式地投入了老爷子的怀抱 竟惹得对方一口一个没规矩 爱玲拦理她的口是心扉 直言爷爷最好了 当然快说说什么事吧 不料老爷子刚进门就变了脸色 如果被毛球发现 那她家主的威烟往哪放呀 于是不着痕迹地往后退 将门关上的同时 连忙示意管家快去收拾房间 而她则打算抱着毛球去外面散散步 可爷爷外面正下着大雨呢 那我们就在房间逛逛吧 殊不知爱玲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了 从老爷子口中得知 她曾参与过子人生的培育 尽管失败无数次 更为她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 最终还 还 爱玲我突然记不起来了 随后感叹好福气的三皇子 竟能交到你这样的好朋友 迎着爱玲诧异的目光 其实大家早猜出她想做什么了 不过你不用担心 因为祖父会全力帮助你的 就这样 老爷子再次迷失在爱玲的夸赞中 不宜会聊到学习的老爷子 不禁想起她那永远写不完的作业 听闻摩塔正在寻找继承人 那是一个汇集无数天才魔法师的组织 我家毛球这么优秀 或许能剪个摩塔主玩案吗 听了这话的爱玲 不由地想到了原著中的剧情 如果不出意外摩塔主一定会是那孩子 也不知道她现在怎样 侍女卖车卖房换了个爱玲周边 怎料自己还没午热 下一秒便被寻着位的少爷发现 误以为是这家伙偷看自己画的小戏 才做出的这么一个玩偶 想起好友再三叮嘱 千万别说玩偶是出自埃达姆家 不然你我都得给摸完 于是只能硬着头皮承认 本已经做好扣工资的准备 不料少爷爱不失手了 竟还要求他多做几个 虽然侍女偷看自己隐私的行为很可恶 但也不是不能原谅 然而对方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戏的紫毛开始喊罢了 祖宗别喊罢我做还不行吗 那你做个大点的下星期给我 玩偶一万一个 做好了工资给你翻倍 瞬间露转粉的侍女直呼少爷林真帅 有了超能力的加持 他已经开始迫不及待起 望着桌上的小王偶 紫毛眼神不由地暗暗 于是施展魔力 不一会一个形似小戏的冰雕冒着 仿佛看到了思念的人 不禁露出了灿烂笑容 或许自己能以这种方式等他回来 与此同时 重启子人生研究计划的老爷子 正在家中宴请兵客 卡兰则拿着一串钥匙 神神秘密地说要带爱玲去个好地方 两人边走边聊 不一会便来到了玻璃房前 随着大门打开 里面美轮美奂的雪景 还有盛开的雪冰花 哥哥竟真的将他们培育了出来 殊不知眼前苛刻的生长环境 是大家用魔法造出来的 每一秒都耗费巨大 却仅仅只是因为女孩的一句话 备受震撼的爱玲 十分感激卡兰的付出 她认为哥哥是世间最帅最厉害的科学家 面对妹妹的夸赞 少年竟难得的不好意思 虽然开花了 但接下来的兽粉依旧困难重重 不过我们一定会赶在冬天来临之前 拿到子人生的种子 望着爱玲内充满希望的眼神 也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于是捏着她软萌的小脸 让她多吃一点 不等女孩抗议哥哥的恶行 就看到远处走来一个人 艾尔诺收起叙事待发的魔法 问卡兰这么晚来这做什么 害她以为有人闯入研究室 正准备来的爱人 迫不及待与父亲分享喜悦的爱玲 感叹这一切就像个奇迹 听女儿一心想培育出子人生的艾尔诺 用眼神暗暗警告儿子 接着右面带鼓励地看着爱玲 我的女儿你一定会成功的 别担心 爸爸会永远支持你 似乎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在爱玲即便拥有所有人的爱 甚至是龙 也难逃被作业支配的恐惧 天杀的还让不让人活啊 好好的一个周末全交代在这 我亲爱的宝宝周末快乐呀 祝你们考试顺利运动会顺利 总之一切顺利 天冷了不要感冒好好照顾自己啊 爱你们的阿里 希尔发现上课频频走神的女孩 询问她是在烦恼什么 或许她能帮上忙哦 文言爱玲满是不爽的 这人明明心里清楚却还要装傻 不论对方出于什么目的 她还是将与朋友培育珍稀药的事情说了出 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人不仅暗暗嘲笑她的不自量力 甚至还打算借此验证她龙的身份 表面说着抱歉的话 实际上 却十分羡慕这雪中送炭的情谊 要是她也能交到这样的朋友就好了 听了这话的爱玲 仿佛找到了感化反派的契机 认为缘分到了 或许她俩也能成为好朋友 反料对方听完竟笑出了猪叫声 还真是讽刺呢 对不起爱玲小姐 我没有笑你的意思 只是好奇您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 而这也惊得爱玲亚麻呆着 好在很快到了放学时间 她不用再面对这个糟糕的家伙 接下来的一整个夏天 大家都在忙着为花朵受负 但也会让温温带她们向三皇子问候 然后继续与作业斗智斗勇 偶尔会累得在课堂上呼呼大睡起来 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 尽管她们成功培育出了雪与花 却依旧不敢放松 好在辛苦的付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她与莉莉安一人一半 相互约定要一起努力 然而心里两人的一次次失败 让爱玲怀抱着紧剩的种子满是不安 听见门外爸爸的担忧 心不在焉的女孩丝毫没注意她受伤的手指 爱玲诺犹豫着 表示有些事情无法靠人力改变 但女儿你已经竭尽全力 即便结果不理想也别太伤心了 其实爱玲早就知道 像她这样的人类是无法令种子开花 只有传说中的龙才可以 一时雨色的爱玲 望着早已突成内人的女儿 听她不断地说着抱歉 爱玲认为是自己的愚蠢害得大家这么辛苦 爱玲诺也满是自责的 当初就该告诉女儿事情的真相 不过爱玲现在还没有到放弃的时候 或许只有你才可以 那么爱玲诺会告诉女儿她的真实身份吗 还有她的手指为什么会受伤 爱玲又会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呢